第441章 统域 拓拔古神的信心 来源于崇族暂时借给他的一件制强兵器 拓拔古神乃第五档次的十一阶 误出时空五重进感悟 拥有初步炼化制强兵器的能力 崇族为了提升联盟超大型战场上的抵御 开始将自家宝库收藏的制强兵器 尽可能借出去 紧紧知世界 事后还是需要还的 而这件制强兵器 也是拓拔古神最大底气 在崇族开辟的时间屋内 拓拔古神渡过了数千年岁月 顺利初步炼化了那件制强兵器 制强兵器在身 拓拔古神才敢出动真身本尊 答应崇族的邀请 毕竟手持一件制强兵器 拓拔古神自认为绝对安全 十二阶不出 谁能杀得了手持制强兵器的他 就算是那些同样手持制强兵器的 十一阶元满传说级生命们 借助制强兵器的力量 最多也之是压制他驱赶他 至于彻底击杀 自宇宙诞生无数亿万年来 从未发生过手持制强兵器的十一阶 死于另一位十一阶手上 心里有数 提醒拓拔古神的那位古神 沉默了一回 制强兵器确实很强 但你在二维世界里的那具分身 也手持一件制强兵器 但最后仍旧死了 二维世界与宇宙战场不一样 拓拔古神皱眉 二维世界内 制强兵器的威能发挥不出来 否则那人泪邪语 根本杀不了我 此话一出 提醒拓拔古神的古神便不再言语 他也只是劝说 至于拓拔古神听不听 就不是他的事情了 制强兵器确实很强 保命能力达到极致 但是无绝对 真身本尊进入超大型战场那等地方 确实有些冒险 目送这位古神离开 拓拔古神继续感受了 翻体内那件制强兵器 只要相助重足 在超大型战场上取得优势 便能得到我想要的那件宝物 届时不仅可以弥补我心灵意志 根源性损失 还有望让我更进一步 达到十一阶圆满 拓拔古神心里浮现一丝渴望 并不是每一位十一阶都能达到圆满的 虽然说十一阶第五档次 也能构冲击终结 但希望渺茫 肯定是达到圆满最好 这次如果不是超大型战场的开辟 虫族也不会放开那件宝物 拓拔古神心里清楚 这个机会对于他来说 可能只有一次 所以拓拔古神才冒险动用真身本尊 答应虫族的邀请 以虫族的实力 就算没有我相助 也有望取得战场上的优势 拓拔古神心里默默地想着 作为宇宙巅峰族群之一 虫族的底蕴不用多说 先前在二维世界内 任何超凡力量受到压制 导致虫族孕育养族战士的能力 遭遇空前削弱 所以二维世界中 虫族的存在感不高 但是宇宙战场上 那是虫族的主战场 可以肆意孕育强大的虫族战士 甚至可以提前孕育 亿亿万头虫族战士 然后再带进去 拓拔古神甚至觉得 自己只需要在战场上画滑水 就可以得到自己渴望的那件宝物了 这次在战场上 要是再碰到那位人类 血雨 直接就退走 拓拔古神并没有报仇的想法 在他看来 人类血雨 大概率是 人类文明的某位十一阶元满进化者 这次在超大型异族战场上 人类血雨 必然会手持至强兵器 自己就算有保命的能力 也没有必要与对方去争 听说那位银河新主 也踏入十一阶了 想到了人类血雨 拓拔古神 便连想到了银河新主 毕竟自己陷在这般处境 有大半规攻于银河新主 如果不是银河新主 修炼速度太快 导致拓拔古神产生威邪感 也不会达硬虫族加入大型战场 由此更不会被那张白纸吸入二维世界 这磨短的时间 就成十一阶 拓拔古神心里不由妒忌起来 作为宇宙星空所孕育的特殊生命 拓拔古神的天赋资质不用多说 但与银河新主相比 无疑是黯然失色 银河新主 跨入十阶 用了数百年 当初 他为了跨入十一阶 数千万年 数亿年都不止 这模块的修炼速度 根基肯定不稳 将来冲击终极 希望不大 拓拔古神 双眼微微眯起 这次如果在超大型战场遇上 我倒可以让他留下深刻的教训 银河新主 跨入十一阶 也并非完全是坏事 至少拓拔古神觉得 对方很有可能也会加入超大型异族战场 如果银河新主之是十阶 在人类文明的保护下 自己压根没有与对方接触的可能 但是现在 让拓拔古神有了机会 天羽族疆域 最高处 身形巍峨的天羽毛族始祖们俯瞰下方 一位为天羽族十一阶天主们站立 超大型战场的开辟 天羽族同样想要取得战场主导权 那代表着太多利益收获 哗啦啦 一位背后常驻二十对羽翼的天主出现 她是一位容貌完美的女子 气息圣洁 头顶上带着一顶圣冠 此次超大型战场 我天羽族必定不会让始祖失望 容貌完美女子名位 天羽蒙 天羽族能够以 天羽 二字惯性 绝对是血脉最高贵的存在 身上流淌着第一位始祖的鲜血 小心羽族 最高处第一始祖开口 声音轰鸣 是 天羽蒙点头 她乃是天羽族最有希望冲击终极的存在 血脉源自第一始祖 再加上这次携带了天羽族的阵族兵器 天使圣冠 天羽蒙已然打算在超大型异族战场上大展拳脚 天使圣冠 即便放在制强兵器之中 都算是顶尖那类 来天羽族刚诞生第一位始祖不久 得自宇宙之外 坠入近来的一件制保守炼制 想要炼化这件制强兵器 强如十一阶圆满都做不到 唯有天羽蒙这等身上流淌着第一始祖血脉的天羽族人 才能实现 而由此也造成了天使圣冠的威能极大 超越寻常制强兵器 天羽蒙所能发挥出的威能 也高于其他手持制强兵器的十一阶圆满 虫族 天羽族为了此次超大型战场 进行了诸多布置谋划 羽族 星空大联盟等巅峰势力同样如此 超大型战场上的胜负 决定了接下来数百万年内 宇宙内的资源密精划分 只要是族群势力 都是万分重视 下幽进化高塔 灵园太阳园神感制 此刻这里 已经汇聚了不少十一阶进化者了 都是隶属下亲至强者麾下 人类文明的九大进化高塔 都各自统一了部分进化者 勉强算是派系 当然 人类文明内部 由于三位女神的约束 以及九位制强者的引导 基本没有什么太大斗争 所有的矛盾冲突 尽数在苗头阶段就被化解 那是谁 是银河新主 银河新主也来了 林元刚进入下幽进化高塔 便引来众多十一阶进化者关注 大部分都在不久前那场聚会里见过 银河新主 纳兰富塔主飞了过来 朝着林元打了声招呼 是不是很多十一阶都不认识 纳兰富塔主将林元拉到某个角落 低声说道 对 林元点头 能够成为十一阶进化者 基本都是人类文明位高权重的存在 举办过十一阶庆典 林元就算不曾参与 至少也是听说过 这些十一阶进化者 都是智降者暗中培养的 纳兰富塔主说道 他也刚知道不久 原来如此 林元点头 他目光扫过诸多十一阶进化者 隐隐可以感受到 部分进化者体内翻涌的制强兵器气息 只要达到十一阶第五档次 人类文明 基本都为其配备了一件制强兵器 当然也是贱 等到从超大型战场退出去 还是需要还给人类文明 下轻制强者曾经询问林元是否需要制强兵器 结果被林元拒绝了 所谓制强兵器 林元已经有了很多 再多炼化几件 提升其实不是很大 与其浪费在林元身上 倒不如多让一位十一阶第五档次进化者 配备一件 接下来 陆续有十一阶进化者上来 与林元打了声招呼 大家都是下游进化高塔的进化者 彼此间相互轻静也正常 时间流逝 转眼又过去一个月 问 一道巍峨身影凝聚 制强者的威压弥漫扩散 制强者 场上所有十一阶进化者 尽数起身 望向现身的下轻制强者 时间差不多了 下轻制强者环顾四周 开口说道 超大型战场的重要性 我就不用多说了 现在 我分配一下 下轻制强者说到这 停顿片刻 继续说道 此次我下游进化高塔的所有十一阶进化者 在战场上听从一人指挥 涉及道族群与族群的战争 除非强如十二阶 否则还需要听从命令指挥 唯有如此才能发挥出最大力量 银河新主 下轻制强者与其平静 目光落在角落里的灵源身上 此话一出 场上众多十一阶进化者们顿时愕然 望向刚刚突破至十一阶的银河新主 第442章 宇宙十二大巅峰势力 银河新主 我们所有人 都听银河新主的 诸多十一阶进化者们面面相去 最降的那几位十一阶圆满进化者 则是面露惊异之色 不管是在人类文明 还是其他星空万族 都是实力未尊 想要他们这些十一阶进化者 尽数听命于银河新主 最基本的前提 便是银河新主自身的实力 不能弱 是 尊治降者令 十一阶进化者们立即点头回应 虽然下轻制强者的命令 让他们所有十一阶进化者疑惑 但制强者这么说 肯定有道理 银河新主这位星晋十一阶 实力必然远远超过他们所有人想象 银河新主 纳兰富塔竹眨了眨眼睛 望向坐在旁边的陵园 神色略微浮现一丝陌生 他从六七阶看到至今的银河新主 竟然受到下轻制强者这般重视 统于下幽进化高塔所有十一阶 这般地位 放在下幽进化高塔 就是制强者之下最高 即便是在人类文明联盟 也能稳稳地排进前二十 人类文明的九大进化高塔 虽然都有富塔主职位 但富塔主 基本都是由十阶担任 解决一些琐事 无权命令十一阶进化者 走 下轻制强者扫了眼众人 时空开始变幻 片刻后 下轻制强者便带着所有进化者 来到一座浩瀚大陆边上 这座浩瀚大陆 蕴含住极其厚重的时空压制 直径超过一千光年 宛如一个庞然大物般 横跟在星空之下 那就是超大型战场 时空压制太可怕了 我能感觉到 在那里 时空挪一会受到极大限制 不愧是多位制强者 联手打造的最高规则战场 下游进化高塔的 一位位十一阶进化者 忍不住低声议论 以往他们十一阶进化者 连在大型战场上 出手次数都极少 如今 到了超大型异族战场 十一阶仅仅是门槛 时空迷宫 与其他十一阶进化者相比 林源眼里的超大型战场 宛如一座前所未有的 时空迷宫 时空融合规则运转 让整座战场呈现一众 无比稳固的状态 真美妙啊 林源心中赞叹 虽然他时空感悟 也达到六重镜 但也远远无法打造 这摸一处庞大的时空迷宫 这需要无比庞大的抵御 即便各大巅峰势力的 制强者联手 也足足耗费了大半年才完成 其实这座超大型战场的打造 远远不止大半年 早在很久以前 各大势力便有了开辟出超大型战场的打算 自那时起 就在着手准备这件事 搜搜搜 夏青智强者携带众多十一阶进化者出现 很快便又有数十道气息各异的身影靠近 见过夏青智强者 这数十道身影气息深远 皆是十一阶生命 并非人类进化者 而是臣服于人类 文明的一族十一阶 以及受到人类文明邀请的 独行十一阶 星空古神等等 人类文明 作为巅峰族群 纵横宇宙星空 自然会吸引一大批强者跟随 所以 人类文明又被称之为人类文明联盟 进入战场后 接听迎核心主命令 夏青智强者 与其平静 随意吩咐道 是 数十位一族十一阶 心中暗惊 他们自然听说过 迎合新主的威名 但没想到 夏青智强者 竟然这般为以重任 并且看起来 不光是他们这些 一族十一阶 听从迎合新主命令 夏幽进化高塔的 所有十一阶进化者 皆是如此 夏青智强者 会不会对这位 新晋十一阶 是否太过看重了 众多一族十一阶 思绪起伏 但也不敢违背 智强者的命令 一共五十二位 一族十一阶 凌云扫了一眼 心中有数 夏幽进化高塔 本身的十一阶进化者 共有143位 加上这五十二位 一族十一阶 如今隶属下游进化高塔的十一阶 强者数量 接近两百位 灵源抬头望去 发现不远处便是人类文明其他八座进化高塔 进化所在 人类文明的九座进化高塔 实力相近 夏幽进化高塔汇聚了近两百位十一阶强者 那么其他八座进化高塔 估计也是这个数量 九座进化高塔 所有十一阶强者加在一起 估计会达到一千八百位 人类文明放在明面上的十一阶进化者 不超过千位 如今 这一千八百位十一阶 有小半是一族十一阶 还有部分 是人类文明暗中培养的十一阶 一千八百位十一阶 灵源望向更远处 仅仅人类文明一方 出动的十一阶便达到了这个数字 那么此次所有巅峰势力 所有十一阶加在一起 岂不是有数万 数万十一阶 这估计占据整座宇宙 所有十一阶生命小半比例了 为了这次超大型战场的主导圈 各大巅峰势力却实意常重视 这数万十一阶里 达到第五档次的估计有数百上千 基本人手 一箭制强兵器 源自背后巅峰族群的 借出 先前那座大型战场 被白纸内的二维 世界降维 十一阶强者的数量 不超过三百位 现在这座超大型 一族战场 十一阶数量 竟然达到数万 林源心里默默地想着 不过以我的实力 进去之后 趁着一族制强者 没有反应过来 完全有望 将这数万十一阶一锅端 林源暗自想到 之所以是有望 是摸不准 这数万十一阶里 究竟藏有多少 一族制强者的后手 制强者的后手 很难估量 至少下清制强者 给林源的某道后手 便可以短暂打出 数万乃至十万战力的一击 下清制强者都是如此 其他那些一族制强者 肯定都有布置 但就算实现不了一锅端 林源也可以肆意图入 大量十一阶 收获诸多制强兵器 制强兵器 谁都不会嫌多 尤其是林源修炼 玄黄之体 对资源的渴求很高 知识将 玄黄之体 修炼到十一阶圆满层次 将整个人类文明 所有资源抽干都做不到 只能寄希望于战场上的万足 这还知是十一阶圆满层次的 玄黄之体 如果是十二阶圆满层次的 玄黄之体 估计将整座宇宙的资源 都吞噬 都无法达到 此次进入战场 天羽族那里 小心那位天羽蒙 就在林源沉思之时 夏清至强者的声音传来 天羽蒙 林源微微点头 他也听说过这位天羽族 最有希望跨入十二阶的天主 身上流淌着天羽族第一十足的血脉 天羽族最重视血脉传承 诸多神通天赋 都是通过血脉继承 第一十足的血脉 那天羽蒙的天赋 估计很可怕 天羽蒙本身对于你来说 也就那样 关键是那件天使圣冠 这可是天羽族的阵族武器之一 那第一十足竟然将这件底蕴都动用了 夏清至强者继续说道 语气里流露出一丝惊意 人类文明虽然同样赐下了诸多制强兵器 但阵族武器确实没有刺下去的想法 需要承受的风险太大了 一旦发生极端情况 普通制强兵器丢了也就丢了 阵族武器丢了 那对族群势力本身的影响 将是空前 阵族武器 凌园神色略微正重 能构称之为阵族武器的 都是强于寻常制强兵器 目前未止 凌园所接触的人类文明阵族武器 只有那件 虚界天地 人类文明的祖星上 也有阵族武器镇压 但凌园不知道具体是哪件 还有语 诏二族的强者 夏清至强者继续开始为凌园介绍起来 人类文明乃十二巅峰族群势力之一 语 诏二族也是其中两大巅峰族群 其实在宇宙诞生之初 是没有语 诏二族的 只有一个宇宙族 宇宙族当时乃最强势力 统于宇宙诞生之初亦亿万年岁月 只是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 导致宇宙族内部分裂 分为语 诏二族 语 诏二族分别继承了原本宇宙族的部分底蕴 虽然不如曾经的宇宙族 但也绝对深不可测 于十二巅峰势力之中 处于超然地位 即便是人类文明 也不太愿意将语 诏二族得罪死 天知道 这两大巅峰族群 最后会不会合二位一 重现宇宙族辉煌 还有杰族 你也要注意 这个族群比特殊生命还要神秘 夏侵至强者 语气凝重 即便提到语 诏二族时 都不曾出现如今语气 如果说语 周二族来自于宇宙诞生之初 那摩羯族 便疑似来自上个宇宙族 宇宙族进入末期 宇宙会自行崩塌毁灭 时间长和枯竭 唯有至强者 才有望傲过去 进入混沌虚空 但杰族却是例外 这一族群 不知道什么缘故 躲过了上个宇宙族 最终的毁灭崩塌 成功进入这个宇宙季 所以 杰族 受到了整个宇宙星空 本源规则大道的恶意针对 杰族之所以名位 杰 族 便是因为 这个族群的成员 自诞生之起 便需要面对 宇宙星空本源规则 无形降临的诸多艰难 十二巅峰族群势力之中 杰族的成员 数量最少 远远低于 星空大联盟内的 特殊生命 但能够活下来的杰族 强大程度 毋庸置疑 能够在宇宙星空本源规则大道的针对下 顺利活下来 并且成长起来 这是何等恐怖 目前杰族的十二阶终极数量 只有两位 乃十二巅峰族群势力里最少的族群 但却没有哪个族群势力 愿意招惹杰族 杰族 林元思续扩散 从上个宇宙季 熬到这个宇宙季 即便对于十二阶终极 也是不可能做的 宇宙崩塌毁灭 这强者躲都来不及 尽可能朝着混沌虚空逃命 还留在宇宙那面 对无穷无尽的毁灭破灭之力 林元所知道 能够度过一个个宇宙季的存在 只有玄黄秘境 玄黄秘境彻底融入宇宙本源 宇宙崩塌并不会影响到此座秘境 但玄黄秘境乃玄黄陛下这位混沌镜的手笔 且玄黄秘境内的玄黄之兽 无法进入宇宙星空 但杰族却可以在宇宙内晃悠 时间缓缓流逝 数天时间过去 超大型战场之外 陆续出现一道道巍峨气息 正是其他巅峰族群势力的十二阶中极感制 差不多可以进入战场了 夏清至强者望向众多十一阶强者 战场内的规则 你们应该都清楚了吧 关于超大型战场内的规则 早在赶到这里之前 夏清至强者便详细说过了 任何进入超大型战场的十一阶强者 都会降临在战场的边缘区域 这里的边缘区域 共有333个 在边缘区域某处 存在一条时空之路 只要进入这条时空之路 便可通往战场的核心区域 而在这条时空之路外 则是存在一片时空迷宫 唯有闯过这片时空迷宫 才能走入时空之路 每片区域的时空之路 是有数量限制的 进入一百位十一阶 便会自行关闭 也就是说 想要进入时空之路 前往战场核心区域 必须与同片区域内的其他十一阶竞争 只有前一百位 才可以前往战场的核心区域 正常来说 降临至边缘区域的十一阶强者 都是随机降临 这就涉及到运气的因素 如果这片边缘区域的十一阶强者 有部分来自同族或者同联盟 联手之下 便能稳稳地进入时空之路 又或者某片区域内 降临了多位手持至强兵器的十一阶圆满 纳摩进入时空之路的名额 直接就被内定了部分 剩余的十一阶 想要进入 所需要面对的竞争 将会更加惨烈 在各大巅峰族群势力眼里 超大型战场真正争斗 是在核心区域 至于边缘区域 知识争斗前的开胃才罢了 333座边缘区域 银河新竹所在的区域 所有人类文明联盟十一阶 接听从银河新主命令 下青之强者最后重负了一遍 所有人类文明联盟十一阶 一族十一阶中 有部分强者注意到 下青之强者说的 前缀 是人类文明联盟的十一阶 而不是下幽进化高塔的十一阶 第443章 一人堵路 万族止步 哗啦啦 下青之强者望向超大型战场 右手一挥 近两百位十一阶强者 宛如流星般坠入战场边缘区域 其余八位人类制强者 同样如此 大量人类文明联盟的十一阶强者 迅速坠入超大型战场边缘 紧接着 各大巅峰族群势力 开始将自家的十一阶送入超大型战场边缘 下青 那位人类 血雨 是否也进去了 星空大联盟那位智降者传音询问道 不久前 人类文明疆域传来冲击终极的时空波动 诸多一族致强者推测 冲击者或许便是那位人类血雨 以二维世界内人类血雨的表现 即便是凭借某件宝物 发挥出那摩超标的战力 其自身境界至少也是十一阶圆满 估计比四神王还要临近十二阶 所以才有了一族致强者的这般推测 但终究只是推测 到底是不是人类血雨水也说不准 到时候你不就知道了 下青致强者随意回复道 关于灵源的信息 他才不会泄露 呵呵 星空大联盟的致强者不再说话 人类文明有血雨 他星空大联盟南部成就没有同层次存在 四神王在二维世界被人类血雨碾压 但二维世界环境特殊 这次超大型战场 可没有二维世界那般环境 想要在超大型战场上击败星空大联盟的强者 不是容易的事情 星空大联盟的机位置强者 为了一雪前耻 已经布置了诸多后手 超大型战场 边缘区域 灵源迅速摆脱坠入趋势 缓缓落在了地上 这里就是超大型战场的边缘区域 灵源打量四周 若言所及之处 都是参天古术 郁郁葱葱 看不到尽头 这些古术 每一颗都散发着澎湃的生命力 如果不是受到战场时空压制 放在主宇宙 估计都可以化为真正生命 共有三位人类文明联盟的十一阶 坠入这片区域 灵源顺着因果感应 确定这片区域的人类文明的十一阶数量 超大型战场的边缘区域 共有333座 一座区域内的人类文明联盟 十一阶强者数量 只有四位 算得上运气很差 这魔少的人类文明联盟的十一阶强者数量 在竞争那条通往核心区域的时空之路时 必然会受到其他族群打压针对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 是没有灵源 时空之路 在那里 灵源仔细感受了一回 333座边缘区域 每座边缘区域内 某个位置都有条时空之路 并且 这条时空之路 很容易被发现 只要稍微感受时空波动即可 时空压制很可怕 很难进行远距离空间挪移 灵源岸自想到 这也是333座边缘区域 仅仅留下一条时空之路的原因 无法进行空间挪移 仅仅凭借飞行 纵然是十一阶圆满强者 从边缘区域飞到核心区域 估计超大型战场的战争早就结束了 唯有通过时空之路 才能以最快的速度 赶至核心区域 进而参与十二巅峰族群势力的角逐争斗 不过以我时空六重镜感悟 还是可以进行空间挪移的 但不可能做到 外界那般一部亿万光年 灵源稍微尝试了番 得出结论 连他都是如此 那些十一阶强者们 估计只能慢慢飞行 先抵达那条时空之路 灵源一步跨出 身形消失在原地 与此同时 灵源所降临的边缘区域 一位为一族十一阶强者 开始打量着四周 这片区域 我星空大联盟的十一阶 共有五十三位 稳了 一头身形巨大的岩石生命 顺着因果感应 脸上浮现笑容 数万位十一阶强者 降临至333座边缘区域 平均下来 每座边缘区域的十一阶强者 大概在200上下 200位十一阶强者 来自十二巅峰族群势力联盟 其中 星空大联盟的十一阶强者 有23位 超过平均数量 大概率可以占据优势 53位星空大联盟 十一阶强者联手 极有可能全部进入时空之路 抵达核心区域 届时 核心区域时空大联盟的势力 便会强成一分 说不定会对最终战局产生影响 另一处荒原上 一位浑身穿着漆黑铠甲的身影 静静站在这 这片区域 我狱卒的十一阶数量 只有十二位 这位漆黑铠甲身影 来自狱卒 他咧开嘴笑道 不过有我在 时空之路的百个名额 我狱卒要占十二个 此位狱卒强者 乃十一阶第五档次 手持一剑制强兵器 十二巅峰族群势力数万十一阶之中 有资格持有制强兵器的十一阶 仅有数百上千 分散到三百三十座边缘区域 或许一座区域 仅有一两位这等层次强者 所以 狱卒强者很是自信 凭借制强兵器 他自认为 已经站在数万十一阶里的顶端 能够对他造成威胁的 唯有同事持有制强兵器的那些十一阶 时空之路 在那里 狱卒强者感受了片刻 确定时空之路位置 直接一飞冲天 朝着某个方向飞去 超大型战场上 时空压制沉重 即便是时空五重镜的十一阶圆满 也没办法凭借自身力量 做到空间挪移 所以 前往时空之路的赶路方法 只能通过飞行 另一片山丘上 一座庞大的母巢降临 这片边缘区域 这座母巢乃重足 他观察了眼四周 迅速开始调极重足战士 在他母巢之内 早就孕育了大量重足战士 不到一会 便有数万十一阶重足战士出现 充斥在母巢周边 这些十一阶重足战士 仅仅是力量达到十一阶门槛 单对单的话 连十一阶第一档次强者都打不过 但架不住数量多呀 数万十一阶门槛的重足战士 一拥而上 即便是十一阶第四档次第五档次强者 估计也得费些功夫 且这数万十一阶门槛重足战士 仅仅只是这座母巢的初步孕育 伴随助时间流逝 它还可以孕育更加降大的重足战士 不再止步于十一阶门槛 一座庞大的时空迷宫前 灵园身形停下 看来我是第一个赶到 灵园瞥了眼四周 心里想住 实际上 每座边缘区域的十一阶强者 所降临的位置 都是以时空之路为中心 形成一个圆形范围内 也就是说 每一位十一阶强者 与时空之路的距离 其实是差不多的 此举目的是为了防止某些十一阶强者 距离时空之路很近 提前赶到 进而没有任何阻碍 进入时空之路 灵园时空感悟达到六重镜 即便是在超大型战场 也能够空间挪移 所以 自然可以第一时间赶到 这座时空迷宫 灵园稍微观察了几眼 每条时空之路前 都有一座时空迷宫 唯有闯过这座时空迷宫 才能真正抵达时空之路前 太简单了 灵园一步跨入 便越过了时空迷宫 出现在那条时空之路前 超大型战场外 诸多十二阶强者 同样在观察住 一座座边缘区域 嗯 人类文明的银河新主 竟然可以在战场内 进行空间挪移 很快便有志强者 发现了这事 神色犯出一丝诧异 按照他们开辟此座 超大型战场的标准 基本上十一阶生命 仅靠自己 不可能实现空间挪移 看来人类文明 为了这位银河新主 付出了不小的心血 四下可以强行挪移的宝物 充足的一位母皇 冷笑一声 瞥了眼人类文明的 机位之强者 超大型战场内 任何十一阶强者 即便是十一阶圆满 仅靠自身 无法空间挪移 但要是借助某重空间宝物 倒是可以打破这个限制 不过这样的空间宝物 很是稀少 尤其是在银河新主 这类心静十一阶手里 都能够发挥出效果 更是罕见 任何宝物 达到一定层次 都是需要自身达到标准 才能够使用 比如炼化制强兵器 至少得有十空五重镜感悟 催动可以强行挪移的空间宝物 也是如此 想要避免或者降低标准 便是需要宝物自身足够珍贵才行 我人类的事情 你重足插什么嘴 夏青智强者扫了眼重足那位目光 随意回应着 实际上夏青智强者 心中也是颇为疑惑 他记得自己并没有赐给灵源 强行挪移的空间宝物啊 夏青智强者倒是有赐下类似宝物的想法 都却被灵源拒绝了 难道是在二维世界里 得到了某间特殊空间奇物 夏青智强者心理推测 灵源在二维世界里活得诸多奇物 他是知道的 也没有细问 毕竟都是灵源自己的收获 超大型战场事件 存在诸多时空隔绝 即便是十二阶智强者 也很难看透一切空间波动 所以诸多十二阶终极无法判断 灵源施展的空间挪移能力 是源自自身 还是源自某件空间宝物 但根据灵源出入十一阶的情况 下意识的推断 灵源是依靠某件特殊空间宝物 才做到了这一切 即便是夏青智强者 也是这模认为 虽然亲眼目睹了 灵源冲击十一阶的动静 但夏青智强者压根就没有想过 这位银河新主 在时空感悟领域上 已经达到了 可以与智强者比肩的六重镜 这等空间宝物 赐给区区新晋十一阶 小新竹篮打水一场空 虫族母皇冷冷地说道 超大型战场内 那些十一阶第五档次 第六档次的强者 很难死亡 毕竟手持至强兵器 但是灵源不过新晋十一阶 即便再如何妖念 没有炼化至强兵器 便存在死亡的可能 一旦死亡 即便只是死了一具分身 但这件特殊空间宝物 可就丢了 落入其他巅峰族群是 力强者手上 人类文明想要讨要回来 就难了 时空之路 灵源站在时空之路前 现在他只要愿意 随时都可以跨入时空之路 前往核心区域 只不过 灵源朝住后方瞥了一眼 直接就这魔前往核心区域 太过浪费 且还有人类文明联盟的机位 十一阶强者在后面 如果灵源现在就前往核心区域 这机位人类文明联盟的 十一阶强者 估计只不于边缘区域了 想到这 灵源立即盘系而坐 堵在时空之路前 静静等到其他一族 十一阶到来 时间流逝 转眼便过去大半天 时空之路前 那座时空迷宫 开始不断翻涌 好似诸多强者 在里面不断交手 明彻 就算你持有制强兵器又如何 以你的实力 能够催动制强兵器 打出几击 一头庞大的岩石生命 哈哈大笑 大不充破时空迷宫 满脸得意 明彻 就是狱卒那位 十一阶第五档次强者 手持一箭制强兵器 so 下一刻 身穿漆黑铠甲的明彻 同样冲出时空迷宫 他冷冷地扫了眼 巨大岩石生命 没有说话 这座区域的星空大联盟 十一阶数量太多 达到五十多位 没必要与他们死磕 反正时空之路的 进入名额 有百位 完全足够 嗯 冲出时空迷宫后 庞大岩石生命 立即发现 盘西坐于时空之路前的灵源 银河新主 庞大岩石生命 立即认了出来 没办法 银河新主太出名了 尤其是跨入十一阶 更是让星空万族都知晓了 银河新主这位绝世天才 银河新主 狱卒名彻 也望向灵源 神色有些困惑 他们为了 尽快赶至时空之路前 根本没有任何耽误 尤其是在时空迷宫内的厮杀 但自始至终 都没有见过银河新主 结果现在银河新主 却是坐在这里 岂不是说 明早在他们开始闯入时空迷宫前 银河新主就已经到了 否则他们不至于连看都没有看见过银河新主 这让明彻颇为疑惑 以银河新主 出入十一阶的实力 为何会比他们 提前这磨长时间赶到这里 且银河新主赶来后 并没有进入时空之路 而是坐在时空之路前 能够修炼到十一阶的强者 思维运转速度 何等降大 立即便意识到不对劲之处 没有轻举妄动 就在庞大岩石生命 狱卒明彻 惊疑不定之时 银河终于睁开双眼 妄想不短 冲出时空迷宫的诸多一族十一阶 微笑道 你们终于来了 第444章 横扫 银河新主在等我们 庞大岩石生命 仔细观察灵源 要是其他十一阶生命 敢挡在时空之路前 他早就出手震杀了 但是银河新主 庞大岩石生命 倒不是畏惧银河新主 出入十一阶而已 庞大岩石生命 真正所忌惮的 是银河新主 被后人类闻名 是那九位高高在上的志强者 以银河新主 在人类闻名的地位 既然敢进入这超大型战场 哪怕之势分身降临 势必会拥有人类闻名 九位制强者 所赐下的底牌后手 差不多 银河望了眼时空迷宫 此刻越来越多的 十一阶强者 闯过时空迷宫 停下来望着自己 时空迷宫的阻碍效果 是对最开始闯入的 那些十一阶强者有用 至于后面闯入 时空迷宫的十一阶强者 前面的十一阶强者 早就将迷宫破坏的七七八八 后来者基本都能很快闯过迷宫 抵达时空之路前 此举也是尽可能降低 擅长速度的十一阶强者 率先抵达时空之路前 劍没有通过什么厮杀 便通过时空之路 进入战场的核心区域 超大型战场开辟的目的 便是为了各族强者 厮杀争斗 奋出一个胜负 当然 如灵源这般 强行时空穿梭 提前大半天来到时空之路前 完全就不是时空迷宫所能阻止的了 十多个呼吸后 这一区域所有十一阶强者 尽数汇聚于时空之路前 紧紧盯着盘膝而坐的灵源 银河新主 众多十一阶强者里 继位人类文明联盟的十一阶强者 头皮有些发麻 他们觉得银河新主这样的行为 过于嚣张了 原本银河新主 作为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强天才 于此超大型战场上 肯定会受到针对 按理来说 银河新主应该尽可能低调才是 只是现在 当众堵落 这不是给一族十一阶为公出手的机会魔 银河新主 你究竟 狱族明彻神色殷勤不定 正要开口说道 就在这时 一直坐于时空之路前的灵源 体魄间隐隐汇聚玄黄色光芒 厚重压抑气息开始扩散笼罩 转瞬间将所有一族十一阶覆盖在内 凌云之所以等到现在才出手 完全是因为 懒得去追杀 与其一遍遍搜寻 这座边缘区域的点点滴滴 不如就在时空之路这里 守株待兔 只要那些十一阶一族 有着进入战场核心区域的想法 必然会来到这里 银河新主 你找死 庞大岩石生命勃然大怒 他忌惮银河新主背后的人类文明 并不代表畏惧 联手持智强兵器的狱族名彻 庞大岩石生命都敢硬碰击下 银河新主 就算真的有智强者赐下的底牌 又能发挥出多少 自身实力在哪 没有时空五重镜感悟 连智强兵器初步炼化都做不到 轰隆隆 庞大岩石生命当即跨入一步 右手伸出 开始疯狂变大 转瞬间便达到数十万丈 朝着陵园拍下 下一刻 庞大岩石生命伸出去的右臂陡然化身虚无 紧接着自身坚固无比的岩石身躯 也开始寸寸崩碎 灰飞烟灭 这 四周其他十一阶一族 神色狂变 庞大岩石生命的实力 几乎与狱族明彻相当 要不是时空感悟差一点 肯定也会被刺下一件制强兵器 然而现在 直接就在银河新主面前灰飞烟灭 联手 一起联手 要不然 兜得死 包括狱族明彻在内 所有狱族十一阶心中不约而同浮现这个念头 电光火时间 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索 银河新主为何庸有这魔强的实力等诸多疑问 轰隆隆 恐怖的气息在众多一族十一阶间沸腾 狱族明彻手中突然出现一柄黑色斧头 散发出幽深光泽 一丝凌驾于十一阶之上的气息凝聚 狱族明彻虽然初步炼化了一件制强兵器 但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动用的 没办法 催动一件制强兵器 消耗实在太大了 狱族明彻就算燃烧肉身灵魂 也催动不了多少机 这也是刚才庞大岩石生命等数十位星空大联盟特殊生命 能够在时空迷宫内拖住它的原因 当然 即便不催动制强兵器 仅仅 被动 使用制强兵器的威能 也使狱族明彻实力提升一大截 不愧是各大巅峰族群势力的精锐 灵源目光平静 心里则是在随意想着 以它的实力 如果全力以赴 这些一族十一阶 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 但那样一来 暴露太多实力 会下到核心区域战场上 那些各大巅峰族群势力的真正强者 由此导致那些真正强者 在核心区域战场上躲着灵源走 甚至干脆退出此次超大型战场的争锋 也罢 陪你们玩玩 灵源心念微动 笼罩四面八方的玄黄立场 开始缓慢缩小 玄黄立场 乃 玄黄之体 附带能力 用来防御攻击 但并不说 玄黄立场不能主动攻击 无非是威能不强罢了 但这里的不强 是相当于淋雨而言 对于场上这些一族十一阶们 无疑是灾难 哗啦啦 玄黄色光芒 迸发出震人心魄的波动 一位位一族十一阶被扫过 身形崩塌 不如旁大岩石生命后尘 我的虫族战士 巨大母朝虫族 眼睁睁看着自己孕育的众多虫族战士 在玄黄立场下 灰飞烟灭 不多时 这头母朝虫族 同样身形开始崩塌 玄黄立场角落 数位人类文明联盟的十一阶强者 目瞪口呆 看着眼前一边倒的屠戮一幕 他们眼里 新进十一阶的银河新主 举手投足间 竟然让近两百位义族十一阶 毫无反抗之力 连那位身穿至强兵器的御族明彻 也只是在苟延残喘 银河新主 实力这么恐怖 继位人类文明十一阶强者 面面相去 心神都在颤里 他们刚才还觉得 银河新主过于嚣张 既然早就抵达了时空之路前 早点进去不就好了 非要在那里等住异族十一阶们赶制 现在看来 完全就是因为银河新主 想要屠戮那些异族十一阶们玩 不多时 玄黄立场内 所有异族十一阶 尽数灰飞烟灭 只剩下御族明彻凭借手上的那柄 智强黑斧间难抵挡着 智强黑斧 虽然不是防御智强兵器 但黑色光泽覆盖 也是有着极强的防御效果 事实上 任何智强兵器 都有柱诸多妙用 攻击智强兵器可以防御 防御智强兵器也可以攻击 无非是发挥出的威能强弱不同罢了 智强兵器 凌元盯着狱族明彻手上的那件黑服 神色略微凝重 与二维世界内 仅仅发挥出少许超凡力量的奇物相比 主宇宙的智强兵器威能 确实可怕 如果凌元尚未跨入十一界 恐怕还真奈何不了对方 银河新主 你饶我一次 条件随便提 狱族明彻心里真的有些怕了 连忙开口说道 虽然现在暂时能够抵挡住 但他隐隐察觉到 四周的神秘立场 变得愈发沉重压抑 最重要的是 明彻现在已经扛不住了 催动智强兵器的消耗太大了 反观凌元 似乎并不吃力 一旦明彻 无法继续催动智强兵器 势必会被四周无处不在的神秘立场碾碎 失去了智强兵器 明彻与庞大岩石生命并无太大区别 条件我提 灵园目光平静 微笑道 交出智强兵器 交出智强兵器 狱族明彻 面色难看 智强兵器 乃是狱族借给他的 交给银河新主 狱族那里怎么交代 相比于这件智强兵器 他这句分身又算什么 银河新主 还请换一个要求 狱族明彻低声说道 如果再交出智强兵器 雨继续和银河新主僵持下去 两者兼选一个 狱族明彻宁愿选择后者 说不定在自己游镜灯枯前 银河新主也坚持不下去 狱族明彻不相信银河新主这般 镇压一箭智强兵器 什么小好都不需要 那就我自己来去 灵园平淡说道 轰隆隆 四面八方 玄黄色光芒 愈发浓郁 大半个小时后 狱族明彻 终于坚持不住 满是绝望的 用最后力量 催动智强兵器黑斧 想要与灵园同归于尽 可惜的是 漆黑深邃的辅光 尽数被灵园挡了下来 最后 狱族明彻生死 那件智强黑斧 静静地漂浮在空中 即便失去了主人 这柄智强兵器 也散发着极致的撕裂气息 智强兵器 灵园心念一动 黑斧飞来 落在灵园手上 还是有主的 灵园常试心灵意志 侵入黑斧 发现有股抵抗之力 顿时料然 狱族明彻之势死了一句分身 并未彻底死亡 所以 现在这件智强兵器 并不是无主状态 不过灵园也不在乎 等到将这件智强兵器带回去 自然有大把时间 去消磨那里的阻力 我的智强兵器 狱族将遇内 明彻真身本尊疯狂咆哮 一件智强兵器 对于他这样的十一阶 第五档次的强者而言 绝对是可遇不可求 如果不是这次超大型战场开辟 狱族急需庞大数量的强者 他也不可能会有 炼化这件智强兵器的机会 但是现在 一切都没了 他不仅没有进入 核心战场区域 寸功未利 连智强兵器都丢了 那银河新主 实力为何这般恐怖 暴怒之后 明彻心里便开始发寒 凌云实力太可怕了 哪怕也是借助了外力 但能够逼迫他 催动至强兵器智 游进灯窟 也是匪夷所思 银河新主 绝对不是初入十一阶 他在时空感悟方面 至少达到五重镜 否则不可能对时空的压制 达到让我都无法逃离的程度 明彻深吸一口气 太可怕了 明彻有些憋屈 早知道银河新主有这般实力 他肯定会第一时间逃顿 时空之路前 凌云扫了眼战利品 诸多一族十一阶的肉身 尽数被凌云以 原初之力 化为最本源的力量 然后当作修炼 玄黄之体 的资量 十一阶的肉身 不知道蕴含了多么庞大的能量 即便对于凌云 也算是不小的助力 此外 凌云还收获零一件制强兵器 也就是那件黑服 以及数百件零零散散的宝物 等上大半天 便有这些收入 倒也值了 凌云脸上浮现笑容 制强兵器 诸多宝物不说 光是一两百位一族十一阶肉身所蕴含的精华能量 换算成宇宙奇珍资源 便以百亿 千亿宇宙金横梁 更何况还有件价值难以估量的制强兵器 凌云虽然手上拥有的制强兵器达到数十间 二维世界收获的近百件奇物理 大半都是十二星奇珍材料 但绝对不意味助制强兵器不值钱 你们悬愣着做什么 凌云瞥了眼站在角落里 战战兢兢不敢说话的 继位人类文明联盟的十一阶强者 从出手到现在 凌云都在以玄黄立场 暗中保护着 继位人类文明联盟的十一阶强者 防止他们被立场的余波击杀 虽然凌云对一族十一阶们杀法果断 但对自家人还是颇为和善的 银河新主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角落里的数位人类文明联盟 十一阶强者 立即开口询问道 人类文明联强者 早就下达过命令 战场上的一切事宜 都听从银河新主 进入时空之路吧 凌云留下这句话 便踏入时空之路入口 身形消失在原地 我们 我们也进去吧 两久之后 这几位十一阶强者 才勉强反应过来 走到时空之路前 看向空荡寂寥的战场 心中忍不住感慨万分 难怪这强者们 让我等进入战场后 一切已银河新主 马首是瞻 此刻这几位十一阶强者 心中若有所悟 本来他们对这道命令 颇为疑惑 即便不敢反驳至强者 但心里也会忍不住浮想 但是现在 才恍然大悟 与此同时 此座边缘区域内 发生的战斗 准确来说 是发生的屠戮 诸多一族十一阶 被银河新主屠戮一事 迅速在各大巅峰族群势力之间传播著 第四百四十五章 偶遇 超大型战场之外 一位为十二阶终极存在 同样在关注着战场内发生的点滴 第一个抵达核心区域战场的强者 来自我天语族 第一个抵达 不代表能够取得优势 核心区域战场辽阔 第一个抵达与最后一个抵达 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 诸多十二阶终极存在们 相互议论交谈 核心区域战场 才是这座超大型战场的真正舞台 只有进入核心区域战场的十一阶强者 才算得上正式参与到 这场宇宙巅峰族群势力的争锋之中 嗯 人类文明的那位银河新主 竟然没有进入时空通道 而是在那里坐下来了 不对 银河新主实力怎磨这磨墙 伴随着陵园 开始屠戮众多一族十一阶 十二阶终极存在们脸色逐渐变了 倒不是陵园所击杀的一族十一阶 有多重要 而是银河新主 这位新晋十一阶 竟然会有这般实力 你人类文明 为了培养这位银河新主 付出的代价不小啊 估计耗费了那座 虚界天地 不少本源吧 否则银河新主 怎么会在这磨短的时间内 拥有如此高的时空感悟 哼 虚界天地所复刻的时空本源波动 与宇宙自然形成的时空本源波动 终归是不同的 你们对银河新主 如此压描助长 不怕最后根基不稳吗 诸位十二阶终极存在们 冷笑连连 整座超大型战场 严格来说 就是一件庞大的十二阶武器 可以阻挡制强者们的感知 毕竟已制强者的生命层次 哪怕只是一道恶意 或者杀意 都能够影响到十一阶强者们 为了保证超大型战场的相对公平 制强者 是无法直接将感知探入战场之内的 但即便没有探入感知 仅仅凭借遥遥注视 十二阶终极们也大概察觉到 银河新主的时空感悟境界 递不到哪里去 银河新主的诸多信息情报 各大巅峰族群势力都仔细收集过 跨入十一阶根本没用多长时间 此重情况下 却拥有这般恐怖的时空感悟 唯有一个解释 那便是人类文明 为银河新主专门创造一个 室外之地 在已 虚界天地 复刻宇宙星空大道规则 最后放缓时间流速 让银河新主在内做 室外之地 度过漫长岁月 室魔 鼓励至强者冷哼一声 同时暗中给雨蝶 至强者传音 雨蝶 你真的这魔做了 感悟时空波动 最好还是在宇宙内感悟全面 以虚界天地复刻 对于银河新主这样的天才而言 有些得不偿失 鼓励至强者也觉得 这魔做有些不妥 以灵源展露的天赋资质 完全没必要 这般争分夺秒 我没有为银河新 主动用过虚界天地 雨蝶至强者 立即传音否认道 虚界天地 可是阵足武器 虽然有我炼化保管 但每次动用 你们不都知道 没有动用 鼓励至强者 与其余积位至强者 相互看了一眼 没有动用虚界天地 复刻时空本源感悟 银河新主这般程度的 时空感悟 是如何做到的 虚拟世界 个人空间 灵源坐在靠椅上 品尝着面前美酒 修炼之余 灵源时常会来 虚拟世界放松 以灵源庞大的 心灵意志 完全能够做到 一星百万用 千万用 奋出一丝心灵意志 降临虚拟世界享受 再简单不过 变态 太变态了 对面靠椅上 则是坐着那蓝富塔主 此刻神色忍不住浮现 惊叹之色 超大型战场的诸多信息 都是时刻在 诸多十一街墙者里流传 灵源所击杀的狱卒名彻 庞大严实生命 真身本尊都还活着 自然不会特意隐瞒自己的遭遇 尤其是狱卒名彻 为了将自己丢掉一箭制强兵器 变得稍微合理一些 不仅没有贬低银河新主 甚至还对银河新主进行大幅度夸大 正是因为银河新主足够强大 我弄丢制强兵器 也显得合理许多吧 你进入核心区域战场了吗 灵源随意问道 我运气不错 降临的那座边缘区域 人类文明联盟的十一阶强者 足以三十多位 纳兰富塔主说道 三十多位人类文明联盟的十一阶强者 彼此联合 完全可以将时空之路的部分名额 霸占下来 那座区域的所有人类文明联盟 十一阶强者 都能安然进入核心区域战场 这就是团结的好处 其实 灵源所在的那片区域 庞大岩石生命等数十头特殊生命 也是打算这模作 甚至将狱卒 明彻这位手持至强兵器的强者 暂时逼退 但可惜的是 遇到了灵源 人数优势在某些时候 确实可以发挥出巨大优势 比如虫族的 虫海战术 便是基于此重原理 但在实力差距过大时 人数优势的用处 就没有那么大了 那就行 灵源微微点头 对了 我听到一件事情 那蓝夫他主刺是想到了什么 低声说道 虫族 天羽族等进入战场的最强十一阶门 打算联手围杀你 灵源展露出的战力 让虫族 天羽族等族群十一阶门如芒在此 所以才有了围杀的想法 围杀我 灵源顿时来了兴趣 求之不得 在镇杀旁大延时生命 狱族明彻等一族十一阶时 灵源尽可能压制自身实力 不就是为了这一刻 如果那时候 灵源以碾压的姿态 解决所有一族十一阶 联手持至强兵器的明彻 都无法坚持饥个呼吸 那些虫族 天羽族最强十一阶们 怎么可能有勇气过来围杀自己 跑都来不及 对 你一定要小心 那蓝富塔主神色郑重说道 即便知晓 灵源展露出的彪悍战绩 但面对各大巅峰族群势力 最强十一阶门 那蓝富塔主 仍旧希望 灵源尽可能谨慎 那些最强十一阶门 可不止靠自己 身上大概率携带着 背后终极存在的后手 天羽族那位天羽蒙 更是将自家镇族武器都带进去了 镇族武器 镇族武器的威能 可要在制强兵器之上 一大巅峰族群势力 一亿万年以来 收集 打造的制强兵器 或许达到数十件数百件 就比如数百年前 那道与外极光 便是打造制强兵器的主料 一道完整的与外极光 估计可以打造七八件制强兵器 但是镇族武器 就算得到了那场从宇宙之外 所降临绝世机缘的人类文明 能够被称得上镇族武器的兵器 也不会超过十件 其他巅峰族群势力智慧更少 明白 凌员点头 凌员虽然很自信 但也不是傻子 自然知晓镇族武器的可怕 超大型战场 核心区域战场 通过时空之路 凌员降临至此处 时空压制再次暴涨了一大截 凌员望向四周 无边无际的天地映入眼帘 以我现在时空感悟境界 最大挪移距离 估计可以达到树光年 但消耗很大很大 凌员暗自想到 一步树光年距离 算是很慢了 但这里是智强者精心打造的超大型战场 时空压制之下 那些十一阶强者们只能通过飞行赶路 凌员虽然能够继续做到空间挪移 但自身的消耗开始大幅度提升 时空六重镜感悟 可以强行撬动超大型战场上的空间规则 但凌员不是智强者 即便有撬动的手段 也没有对应的底蕴力量去撬动 我也慢慢飞吧 凌员停止继续以挪移赶路的想法 没必要在这上面消耗过大 等到发现敌人 再进行空间穿梭追杀 才最划算 目前人类文明联盟十一阶强者们 所选定建立战争基地的位置 在那个方向 凌员作为人类文明联盟 与此座战场地位最高的统御者 知晓许多绝密情报 关于战争基地的位置也是清楚 战争基地 乃一大巅峰族群势力 建立于这座战场的大本营 战场基地关系到的 不仅仅是这次战争 后续每次战争 都会以战争基地位根基去扩大 先前往战争基地 凌员调转方向 朝着某个位置飞去 时间流逝 转眼过去数天 凌员快速飞行住 庞大的感知已自身为中心 朝着四周百万里千万里蔓延住 超大型战场 时空压制沉重 不仅空间挪移收到限制 连感知的范围都被限制得很死 要是在宇宙星空 以凌员的感知 一念间即可笼罩数百光年 但在这座超大型战场 也只能百万里千万里 慢慢覆盖着 嗯 千万里外有厮杀的波动 凌员四世察觉到什么 目光望向右前方 核心区域战场虽然浩瀚辽阔 但偶尔也会有不同族群势力的强者相遇 这些强者一旦相遇 所处族群势力 如果是敌对 自然免不了一场厮杀 过去看看 凌员心中微动 朝着厮杀波动的源头赶去 很快 凌员便清晰地感受到 正在厮杀的双方 九位十一阶 五位对四位 凌员突然眉头一挑 还有一位熟人 第446章 凡掌之间 作为人类文明 有史以来最强天才 凌员认识的强者很多 许多异族强者 都渴望与银河心主建立交情 不仅仅是因为人类文明 更是凌员自身的潜力 以凌员展露出来的修炼速度 当前时代 最有希望冲击终极 跨入十一阶的生命 银河心主 绝对位列其中 谁不想与一位未来的十二阶终极搞好关系 思中古神位何在宇宙星空中 地位超然 连巅峰族群都不愿意太过逼迫 不就是因为这位古神 资助 过 曾经尚未跨入十二阶的终极 但认识是认识 能够称得上 熟人 的 就不多了 尤其还是一族 凌员目光望向千万里之外 正在厮杀的两边强者 一方来自崇族 一方来自狱族 皆是巅峰族群势力 崇族这边虽然只有四位 但有三位 却是崇族母巢 召唤出大量十一阶崇族战士 不计生死的缠住狱族那五位强者 从生事上看 崇族这边虽然数量不如狱族 但却压着后者打 拓拔古神 凌员看着其中一道身影 此道身影 隶属虫族这边 混在大量虫族战士间 对被围攻的五位狱族 制造压力 正是拓拔古神 对于这位星空古神 凌员颇有印象 当初取走好友放轻那屡心灵意志 借此 勒索 凌员 妄图获得冲击终极的资源 后来 在二维事件 凌员顺势击杀了拓拔古神一次 不过死的知识分身 如今 刚进入核心区域 战场不久 竟然又遇到了这位星空古神 道士巧 那就再杀一次 凌员脸上浮现笑容 虽然凌员绝对不可能被拓拔古神 勒索 成功 但这种被威胁的感觉 让他很不舒服 现在竟然又见到了 自然不会放走对方 且不说拓拔古神隶属的虫族大联盟 本就是与人类闻名联盟敌对 就算没有拓拔古神在 凌员也会顺手碾死 一片苍茫山脉上空 时空规则波动翻涌 五位狱族十一皆强者 眉头紧皱 在击杀大量潜扑后 寄虫族战士的同时时 还得抵御那三位虫族母朝的灵魂攻击 以及拓拔古神的偷袭 这些虫子真烦 大哥 直接动用智强兵器吧 一位投生双脚的狱族强者传音道 动用智强兵器 位手的那位狱族强者略微迟疑 智强兵器 是大杀器 是底牌 不能轻易动用 催动智强兵器的消耗也很大 但现在的局势 要是继续僵持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只能动用智强兵器 冲出虫族战士的包围圈 拓拔 他们要催动智强兵器了 虫族这边 一尊虫族母朝寺是感受到什么 立即朝着拓拔古神传音 我知道了 拓拔古神神色凝重 时刻准备好 动用自己身上的那件智强兵器 在等待时机期间 拓拔古神心里则是快速想着 那银河新主 实力怎磨正磨墙 竟然能够击杀明彻 拓拔古神此刻心中涌现起后悔 原本他还以为 以自己的实力 再配合上虫族赐下的智强兵器 在战场上保命没有任何问题 但没想到诸多巅峰族群势力 为了这次超大型战场的主导权 基本可以说动用了一切底牌 虫族大联盟此次位于战场上的统御者 绝对拥有镇压寻常手持至强兵器十一阶的能力 这件事在拓拔古神进入战场之前 虫族的母皇们可没有跟他说 与虫族成员相比 拓拔古神这样的特殊生命 属于外人 许多情报机密都不知晓 其实隐瞒一些战场机密 对拓拔古神来说 并不算什么 就算超大型战场的战争烈度高到匪夷所思 以拓拔古神自身实力 再加上制强兵器 还是有很大机会活下来的 拓拔古神虽然知识十一阶第五档次 但却是真身本尊将灵 实力要比分身强上许多 尤其是是一些底牌 估计可以媲美十一阶圆满了 但银河星主的实力太可怕了 拓拔古神毫不怀疑 银河星主要是在战场上遇到他 肯定不会介意出手 我现在是真身本尊 不能冒任何风险 等到这次抵达重足大联盟的战争基地 就躲在里面不出来 拓拔古神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哪怕为此损失很多功劳 但性命最重要 其实在得知银河星主的实力时 拓拔古神是有退出超大型战场的想法 但奈何一旦进入战场 就没有回头路 除非熬到战争进行的各个节点 否则压根没有中途退出的可能 问 狱卒那边 一股恐怖的波动浮现 卫手的那位狱卒强者手中 多出一件 宝塔 兵器 金色的气息开始朝着四面八方弥漫 且 拓拔古神也迅速催动灰色的 中 属于防御制强兵器 但也兼顾住镇压之能 就在两边制强兵器的气息即将碰撞在一起之时 时空波动突然消失了 一位年轻男子的身形 在两边强者高空凝聚而出 年轻男子衣袖飘荡 玄黄色立场同时降临 仅仅瞬息之间 便将狱卒与拓拔古神的两剑制强兵器压制 那是 狱卒的五位强者第一时间抬头望向那位年轻男子 是银河新主 麻烦了 五位狱卒强者顿时紧张起来 关于银河新主的战绩 他们自然早就知晓 击沙庸有制强兵器的名册 让银河新主直接屹立于战场数万十一阶的顶端 银河新主 四尊崇祖母巢 神色难看 人类文明与崇祖本就是敌对关系 这个时候银河新主突然降临 目的不言而喻 走 三尊崇祖母巢 毫不犹豫地放弃大量崇祖战士 化卫一道流光朝着远方逃顿而去 在崇祖大联盟诸多十一阶强者眼里 除非是最将的那几位 否则单独遇到银河新主 绝对不要有抗衡的想法 银河新主 正在催动 中行 制强兵器的拓跋古神 兴乱如麻 核心区域战场 浩瀚辽阔 拓跋古神 就算知晓了银河新主的实力 也是认为 自己只要躲在战争基地 就能保住性命 但现在呢 还没到战争基地 就被银河新主碰到了 逃得掉魔 凌云瞥了眼封狂逃顿的三尊重组母巢 心念微动 玄黄立场碾一二下 三尊重组母巢里 有两尊直接炸开 剩下一尊重组母巢 体表隐隐浮现出金银光芒 制强兵器 凌云多看了一眼 以他现在的实力 哪怕之事属于被动手段 玄黄立场 能够抵挡住的十一阶生命 也很少很少 轰隆隆 宛如汪洋般的玄黄立场 再次笼罩住 同样打算逃顿的拓拔古神 中行至强兵器 气息蔓延 短暂的抵挡住玄黄立场 但拓拔古神却是 心里发凉 按照重组强者 对银河新主击杀明彻的判断 只要被银河新主 这件事放出玄黄色立场 至强兵器所笼罩 就很难逃出去了 银河新主 你与崇族的恩怨 我狱族不要插手 要对付崇族 尽管对付 我们就先走了 五位狱族强者 趁机也开始朝着远处逃窜 你们也留下 凌渊瞥了一眼 没有打算放过狱族 毕竟也是一件制强兵器 怎么可能放走 哗啦啦 玄黄立场宛如实质般 将三件制强兵器镇压固定 银河新主 莫非你觉得能够好过我们三位 五位狱族强者 惊怒交加 在玄黄立场内 他们寸步难行 如入泥潭 制强兵器不可摧毁 想要击杀手持制强兵器的十一阶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号 硬生生将手持制强兵器的十一阶号干 号到无法催动制强兵器 可以试试 陵元如果动用全部实力 崇族 狱族两边强者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但是没有这个必要 反正已经入了瘟中 生死掌握于灵元之手 没必要暴露更多 时间流逝 转眼过去一个多小时 拓跋古神有些坚持不住了 银河新主 只要能放过我 任何条件都可以说 拓跋古神传音道 他还想尝试冲击终极 即便把握不高 但也得去试一下 万一成了呢 跨入十二阶 威震宇宙星空 甚至成为某座巅峰势力的执掌者之一 但现在这一切 距离拓跋古神无比遥远 不用啊 灵元摇头 以他现在的实力 拓跋古神毫无用处 连收下当作奴仆 都嫌费事 半个小时后 拓跋古神脸上露出绝绝之色 他开始燃烧一切 尽可能催动至强兵器 想要振脱玄黄立场的束缚 但可惜 一切都是屠楼 最后那件中型制强兵器的气息 迅速衰竭 拓跋古神 在无处不在的玄黄立场龙罩之下 灰飞烟灭 庞大的气血灵魂之力 在原初之力的炼化下 化为最本源的气息 被灵元收入至体内世界 死了 灵元收起那件中型制强兵器 随便打亮了眼 便放入体内世界 嗯 灵元眉头突然一挑 在玄黄立场内 拓跋古神死去的瞬间 灵元清晰感受到 他与拓跋古神之间的因果联系 竟然消失了 出现此重情况 只有两个可能 一就是拓跋古神对因果规则的感悟 远远超过灵元 所以才能轻易掩盖自身因果线 但这个可能近乎未灵 规则感悟不是一日而成的 前一秒 灵元还能轻松感受到 拓跋古神的因果线 后一秒就感受不到了 拓跋古神在因果规则上的感悟 瞬息之间就远远凌驾于灵元之上 太不现实 第二个可能 就是拓跋古神彻底陨落 死去的拓跋古神 自然因果全消 灵元感受不到 对方与自己的因果联系 就很正常了 这拓跋古神 进入战场的竟然是真身 灵元心中略微惊异 唯有真身陨落 所有分身才会一同陨落 因果线直接消失 也对 二维世界纲结束不久 拓跋古神没有时间去凝练新的分身 再加上至强兵器护体 派出真身进入战场完全有可能 灵元瞬息之间便想通了 虽然说 派出真身进入战场 需要冒很大风险 但风险也意味着机遇 真身的实力强于分身 携带珠多底牌后手 最后爆发能力也超过分身一大截 真身进入战场 再配合至强兵器 拓跋古神保命能力不用多说 确实是真身 携带的宝物很多 林元瞬便查看了眼 拓跋古神的空间手环 那里存放着大量资源宝物 既然拓跋古神决定真身加入战场 自然将积累的所有宝物也带进来 反正真身要是陨落了 这些宝物资源也没有任何意义 拓跋古神作为独来独往的特殊生命 也没有族群牵绊 不存在将宝物资源留在外面 交给子四后代的想法 这下转到了 林元脸上浮现笑容 不提击杀拓跋古神的收获 彻底击杀一位十一阶第五档次强者 在人类文明评判里 意味着大量功勋点 拓跋古神生死后 那尊崇祖母朝与狱族的五位强者 相继也坚持不下去 死在林元玄黄立场内 所有的一切都化作最精准的本源之力 成为林元修炼 玄黄之体 的资量 收起两剑制强兵器 顺便盘点了番其他收获 林元星李勇献出感慨 当初我面对拓跋古神 只能依靠人类文明的威慑力压迫对方 但实际上 拓跋古神是根本末将我放在眼里的 否则也不可能趁机 勒索 拓跋古神作为十一阶古神 我那十只有九阶 如果没有人类文明 拓跋古神都不会多看我一眼 但是现在 即便手持制强兵器 拓跋古神都死在我手上 击杀他与踩死一只蚂蚁 没有任何区别 林元新中暗自想到 实力 这就是绝对的实力 林元新李勇献出变强的强烈渴望 现在 他可以击杀拓跋古神 但十二阶制强者们 估计也可以击杀他 在制强者面前 他根本无法抗衡 只能躲在玄黄秘境内 勉强自保 我一定要成为制强者 林元目光坚定 唯有成为制强者 才能够拥有在这座宇宙纵横的资本 不是终极存在眼里的蝼蚁 第447章 我对付银河新主 数天后 林元即将抵达人类文明联盟的战争基地 其实 如果不是一路上 有意无意搜寻 看看能否发现 其他一族十一阶的踪迹 再收获几件制强兵器 林元估计早就达到战争基地 那些异族十一阶 倒也学聪明了 林元微微摇头 自从他击杀异族 重组九位十一阶 其中三位 还携带至强兵器 整个核心区域战场 各大异族的十一阶 便低调了许多 不仅远离林元最后出现的区域 更是尽可能不与 其他异族厮杀 没有厮杀产生的时空波动 林元最多只能发现千万里内的异族踪迹 相比于浩瀚的核心区域战场 千万里不过沧海一速 接下来 得找个机会 等到那些异族十一阶 尽数汇聚到一起再出手 林元暗自想到 唯有如此 才能收获最大化 如果林元提前展露真正实力 那些异族十一阶 估计根本不敢汇聚到一起 而是分散在核心区域战场 各个角落打游击 毕竟现在 林元对外实力 并不是无法抗衡 至少各大巅峰实力的那机位 最强十一阶们 有把握对付他 这也是林元数次出手 所营造出来的假象 人类文明联盟战争基地外 早有数十道身影等候柱 都是源自九大进化高塔的十一阶进化者们 数天前 银河新主再次出手 击杀虫族 狱族九位十一阶 太可怕了 银河新主才修炼多少年 我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强天才 估计宇宙星空万族 有史以来 都没有哪位天才比得上银河新主吧 数十位十一阶进化者们低声一论注 他们收到银河新主即将抵达的消息 早早地在这里等候着 能够站在这里的十一阶进化者 基本都是十一阶圆满进化者 哪个没有傲怯 但面对银河新主的彪悍战绩 心里却只有佩服 击杀手持至强兵器的十一阶 与击败手持至强兵器的十一阶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场上就算有少数机位十一阶圆满进化者 凭借着强者赐下的宝物后手 可以做到强行击杀手持至强兵器的十一阶 但银河新主才修炼多少年 他们像银河新主这魔大的时候 还在五阶六阶完呢 而银河新主 已然在这座战争烈度空间的超大型战场上 大杀特杀了 就在诸多十一阶圆满进化者 快速交流之时 一道身形悄无声息地 在所有人面前凝聚 银河新主 见过银河新主 一位为十一阶圆满进化者 立即眼神炙热地看着陵园 战争基地已经布置好了 陵园看了眼下方 战争基地的布置 并不是由陵园完成 而是交给了各大进化高塔的 十一阶圆满进化者 当然 陵园作为人类文明联盟于 此座战场的最高统御者 对超大型战场 有着最终控制权 对 差不多了 位首的十一阶圆满进化者 微笑说道 他名为轩辕游 来自轩辕进化高塔 如果不是陵园 他应该就是这次战场上的 最高统御者 陵园望住诸位十一阶圆满进化者 开口说道 我没有参与过多少次异族战争 战场上的主要问题 还是要靠你们 银河新主谦虚了 轩辕游微微一愣 忍不住开口道 以银河新主的实力 有把握影响到全面战争胜负 是我们多多依仗银河新主才是 现在形势如何 陵园问道 目前超大型战场上的局势 很少会发生局部冲突 都在准备全面战争 轩辕游脸上浮现一丝古怪 这应该是银河新主你的威慑 正常来说 各大巅峰族群的最强十一阶 虽然有着镇压寻常守持之强兵器十一阶的能力 但一般都不会出手 但是由于陵园的缘故 导致那些最强十一阶们 也开始相继出手 造成大多数十一阶们 根本不敢在外面厮杀 纷纷躲在战争基地里 等待全面战争的来临 全面战争 即十二巅峰族群势力会拒绝大多数力量掀起的决战 全面战争之中 最强十一阶们 基本都有同层次强者拦住 寻常十一阶们的对手 也是寻常十一阶 不会出现最将十一阶 出手欺负寻常十一阶的一幕 原来如此 陵园点头 难怪一路上 基本都没有感受到什么厮杀波动 原来不仅仅是自己在出手 其他巅峰族群势力的最强十一阶也在出手 行 战争的具体如何布置 我就不插手了 等到全面战争开启的时候 你们叫我便是 陵园开口说道 插手战争布置 这需要大量沉浸在战争里的经验才行 陵园就算有相关能力 也不愿意浪费这个时间 好 薛元游等十一阶圆满稍微放心 虽然陵园极其耀眼 但在战争方面的布置 并不是由修炼天赋强就有用的 更需要借助对战局敏锐把握 他们真担心陵园太过自信 进而判断错了战争局势 导致人类文明联盟出现溃败的一幕 So 陵园身形再次消失 出现在战场基地最核心位置 这里也是整座战争基地控制中心 陵园可以随意在此处控制战争基地的点滴 银河新主 这就走了 不由我们商讨如何对付其他巅峰族群的十一阶 数十位十一阶圆满进化者面面相去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 不上心 得战场统御者 好了 银河新主既然不想插手战争布置 那就由我来安排 等到商讨出结果 再交由银河新主决定便是 轩辕游扫了眼周围 他在人类文明十一阶圈子里威望极大 很有说服力 再加上陵园的主动放权 所以 让他感到很是轻松 有时候 对手是否强大 并不是关键因素 而是统御者能否清晰判断出局势 银河这位统御者 虽然没有进行什么布置 但却也没有随意插手 这就让轩辕游有感到放心 战争基地控制室 与其说是控制室 倒不如说是一座广阔的天地 这座战争基地 本质上是一间大型十二阶堡垒 比寻常制强兵器都重要得多 灵园掌控整座战争基地 心里若有所思 纵然以人类文明的抵御 布置出的战争基地 也只有这模一座 可想而知 这座战争基地的恐怖之处 其他十大巅峰族群势力的战争基地 估计也差不多 灵园暗自想到 想要击破这模一座恐怖的战争堡垒 即便他全力出手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 也罢 既然都躲在战争基地里 那就等到全面战争的时候再出手 灵园心里默默地想着 全面战争开启 绝大多数一族十一阶都会出现在战场上 届时才是灵园一网打尽的最好机会 现在 继续修炼 灵园透过控制式 妄向浩瀚的超大型一族战场 整座超大型一族战场 本质上是由诸多制强者们 会和庞大的时空规则本源 所打造出来的稳定空间天地 灵园观看这座超大型战场 便等同于观看各位制强者 在时空感悟方面的点滴 再配合密法 天河 对灵园时空感悟跨入六重镜巅峰 会有很大好处 你悟性逆天 观看超大型战场 对时空感悟获得提升 一时间 诸多时空感悟涌上脑海 时空 本就是一体 何来融合一说 感悟时空 不能从融合它们角度感悟 而是从心底里是坐时空出自童园 灵园越是观看超大型战场 心中的灵光便越是汹涌而出 时空融合规则 大多数强者都将关注点放在 融合 上 实际上时空根本就不需要融合 它们本就是一体 天河 灵园心念微动 体表开始由时空 天河 荡漾 此门密法以最通俗易懂的方式 阐述了时空六重镜 甚至七重镜的本质 灵园能够在无影虚空 悟出时空六重镜 密法 天河 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天羽族战争基地 头戴天使圣官的天羽盟高座宝座 俯瞰下方众多十一阶天主们 在天羽盟左右手两边 同样有两座小一点的宝座 坐着天羽族另外两位最强十一阶 接下来 我们讨论如何对付人类 文明联盟 天羽盟环是四周 缓缓说道 人类文明能够称得上最强十一阶的进化者 轩辕游应该算一位 那位银河新主 估计也可以算上 左下方的那位天羽族最强十一阶 满头金发 他名位 驱离萧 乃天羽族第二十组的直系血脉后裔 这次天羽大联盟 众多十一阶强哲理 驱离萧绝对是仅次于天羽盟的最强十一阶 他所携带的宝物 即便不如天羽盟那件天使圣官 也不容小觑 杀力超过至强兵器 轩辕游 乃人类文明 轩辕至强者的弟子 轩辕至强者尚未冲击终极时 便败在其门下了 此次轩辕至强者应该赐下宝物 估计不好对付 天羽盟说到这 停顿了片刻 继续说道 这样 轩辕游交给我 那银河新主 就交给你 驱离萧 对付 天羽盟望向 驱离萧 开口说道 我来对付银河新主 驱离萧脸上浮现笑容 语气自信道 莫问题 第448章 真实 得万界之门 别小瞧银河新主 天羽盟扫了眼 驱离萧 提醒道 人类文明竟然敢让这样的天才进入战场 肯定有所准备 天羽盟说完 面前浮现一幕幕战斗影像 正是灵源进入超大型战场后 数次出手过程 虽然灵源每次出手 都没留任何活口 但除了拓跋骨神外 其他异族强者 都是分身 本尊与分身技艺共享 可以通过本尊技艺 还原战斗全过程 迎合新主的主要手段 应该就是玄黄色领域能力 此重能力威能之大 足以压制 寻常制强兵器 只要慢慢拖下去 手持制强兵器的十一阶 没有哪个能耗得起 天羽盟观看战斗影像 作为天羽大联盟的战场统御者 他时刻都需要关注 其他巅峰势力阵营的强者信息情报 以便对战局做出调整 做到一己之长 功比之短 迎合新主最擅长的方面 是镇压以及持久战 虽然不知晓迎合新主 为何能够将那等层次的玄黄领域 长时间维持 但 趋离消 掌握的能力 恰恰可以克制这类手段 所以 天羽盟最终选择了让 趋离消 去对付银河新主 玄黄领域之势银河新主 展露出的一种手段 并不能代表 银河新主只有 这么一种手段 明白吗 天羽盟望向 趋离消 他知道 趋离消 的骄傲 所以才这般敲打敲打 事实上 像天羽盟 趋离消这样的罪将十一阶 都是各大巅峰族群冲击终极的预备人选 平时基本不会出面 都是闭关琢磨冲击终极的事情 这次要不是超大型战场事关重大 他们也不可能分出精力进入战场 明白 趋离消思索了会 点头说道 我就算无法击败银河新主 也能拖住对方 人类的其他强者我不管 但可以保证银河新主 无法做出支援 拖住 就行了 天羽盟满意点了点头 他对银河新主很看重 如果不是轩辕游 是轩辕制强者的关门弟子 以目前的信息情报分析 威胁大于银河新主 他绝对想亲自试一试银河新主 看一看 这位名传各大巅峰族群的爵士天才 究竟是什么感觉 接下来 天羽盟 又对人类文明联盟其他进化者 做出分析 依次安排了天羽大联盟的强者 去对付 人类文明联盟差不多了 该到杰族了 天羽盟 神色明显 慎重许多 其他天羽大联盟强者也是如此 人类文明虽然强大 但杰族更加深不可测 作为疑似来自上个宇宙纪的族群 杰族数量 是十二巅峰族群势力里最少的 杰族的两位十二阶终极 南宇宙内所有十二阶里面最强大的 恐怕已经迈入 辟到 近巅峰 杰族的十二阶终极无比强大 十二阶之下的强者也是可以横扫同阶 此次超大型战场的十二巅峰族群势力 人类文明的十一阶净化者数量接近两千 属于中等偏上 杰族十一阶强者的数量则是最少 不到百位 即便如此 天羽蒙也是如临大敌 安排自己与另外两位最强十一阶 以及数十位十一阶圆满 联手拖住杰族那位最强十一阶 幸亏杰族数量稀少 不然就算联手其他十大巅峰势力 也不一定对付的了 天羽蒙心里默默地想着 相比于有宇宙孕育的特殊生命 杰族的成员难对付不知道多少 每一位杰族成员 都是在无尽的劫难中成长起来 战斗搏杀经验几乎达到极致 且杰族的传承秘法也是极强 多方面导致 杰族在十二大巅峰族群势力里 地位最为特殊 数量最少 威慑却是最大 崇族战场基地 一座座庞大母巢 悬浮在空间 一头头气息恐怖的虫族战士 迅速被孕育出来 与此同时 虫族母巢的意志不断交织 进行高效率沟通着 并387号 你专门孕育防御 达到十一阶圆满的虫族战士 并778号 你专门孕育攻击 达到十一阶圆满的虫族战士 并1923号 你专门孕育灵魂幻境 达到十一阶圆满的虫族战士 一道道庞大的心灵意志 不断在各大母巢之间传播着 相比于其他巅峰族群的战斗方式 虫族的战斗方式只有一个 那就是 虫海 不断孕育侧重点不同的虫族战士 然后在虫族母巢的控制下 完美融合联手 一位防御达到十一阶圆满的虫族战士 在其他十一阶圆满面前 可能就是一个火把子 没有任何威胁 但如果再加上攻击达到十一阶圆满虫族战士 再加上灵魂幻境达到十一阶圆满的虫族战士等等 彼此在虫族母巢的操控下 完美联手 即便不如十一阶圆满 估计 也相差不太远了 要是这个数量 再乘上一万 十万 百万 就算是十一阶圆满 也会头皮发麻 当然 想要郁郁出某方面达到十一阶圆满的虫族战士 即便对虫族母巢而言 也是重巨大消耗 这种消耗远远不止庞大资源上的 在心理方面也是无法忽视的负担 杰族战争基地 相比于其他巅峰族群势力的战争基地 杰族的战争基地就小伤许多了 不过整座战争基地流露出的威压气息 却丝毫不逊色其他战争基地 甚至还强上一些 战争基地最深处 百位左右的杰族强者三三两两 或战或坐 杰族与其他巅峰族群势力不同 杰族就是杰族 没有杰族大联盟一说 整座杰族的战争基地 不存在其他一族 按照杰族的说法 是弱者才需要联盟 强者无需如此 实际上 杰族受到宇宙意志针对 任何亲近杰族的族群生命 同样会受到宇宙意志针对打压 所以 没有哪个族群敢投靠杰族 即便是强大的杰族 在宇宙意志针对下 最终成长起来的概率 也是百万分之一 千万分之一 至于其他普通族群生命 胆敢靠近杰族 恐怕会有灭族的风险 此次战场 第一次主导权规 我们杰族了 坐在最高处的那位杰族强者开口 语气间充斥着理所当然的自信 最近宇宙中 有没有值得一看的强者 听说人类文明诞生了一位了不得的天才 五六百年就跨入十一阶了 并且对时空的掌握也达到五重镜 宇宙内的天才啊 受到宇宙眷顾 修炼一帆风顺 哪里像我们杰族 每进一步 都需要冒着 无比巨大的风险 时时刻刻行走在 进化道路崩溃的边缘 一位为杰族强者交流着 虽然对银河新竹有些兴趣 但也仅此而已 并没有将这位人类天才放在眼里 杰族每进一步 付出的心血 要是其他族群强者的千倍万倍 死亡率更是十万倍百万倍 同样的 能够更进一步 且活下来的杰族强者 实力也远超同层次强者 正常杰族的十一阶圆满 便媲美各大势力的最强十一阶了 至于杰族的最强十一阶 那是需要其他巅峰 族群势力的所有最强十一阶联手 才能够勉强拖住 这里是勉强 要是杰族最强十一阶 玩腻了 付出少许代价 根本就是不是其他族群 最强十一阶可以拖住的 人类文明联盟战争基地 林渊盘西坐在控制室 仔细观察着 整座超大型战场的构造 真是妙啊 原来时空可以这么运用 林渊越看也是沉迷 虽然他与十二阶终极存在们 都是时空六重镜感悟 但生命层次的差距 让林渊很难感受到 时空融合规则最本质的方面 可如今通过这座超大型战场 却是窥视到一二 超大型战场的开辟 乃是多位十二阶终极联手 对林渊的帮助 远远超过某位十二阶终极指点 可惜 林渊一边参悟着 一边微微摇头 超大型战争哪里都好 要远远凌驾于大型战场之上 唯一的缺点 就是没有什么像样的永久空间裂缝 这是因为超大型战场初次开辟 各大族群还未进行过什么高烈度战争 可以预想 这要多来几次大规模全面战争 各大巅峰族群势力打出真火 十二阶层次底牌手段层出 随后打出永久空间裂缝是迟早的事情 想到永久空间裂缝 林渊便想到了破戒原力 如今林渊所积攒的破戒原力总数 已然接近一千一百旅 结束第十次传说后 林渊积攒的破戒原力 便临近千缕 这段时间以来 留在大型战场的化身 一直在以九十天美缕破戒原力的积攒速度 魏林渊收集着破戒原力 万戒之门 林渊一时沉入脑海深处 望向那座巍峨恶辉红的万戒之门 跨入十一阶后 林渊可以轻易地感受到 万戒之门再次凝食了一大截 几乎已经化为十字般 林渊初次见到万戒之门时 还是无比虚幻 此后 伴随着生命层次不断跃迁 万戒之门也逐渐变得真实 有种魔域楼主人创立的秘法 虚幻真实 得意味 不对 万戒之门的真实 要比所有真实来的更加真实 与万戒之门相比 林渊自身都感觉像是虚幻一般 或许等我跨入十二阶 成为终极存在 万戒之门会彻底凝聚为真实 林渊心里暗自想到 现在的万戒之门 虽然近乎真实 但终究不是真实 仍旧是真正万戒之门的一道投影 而根基这些年 万戒之门的不断变化 由虚幻到真实的循序渐进 林渊才产出如此想法 如果不出现意外 等到林渊成为智降者 生命层次大幅度蜕变越迁 万戒之门同样会引来一次临近真实 也不知道 万戒之门一旦彻底化为真实 会有什么变化 林渊心中颇为好奇 二维世界一行 让他心里推测 万戒之门是否是完美时间生命 那个层次的宝物 完美时间生命 那是玄黄陛下 摩浴楼主人毕生都在追求的境界 领域 据说完美时间生命不存在于现在 也不存在于过去 而存在于未来 或者其他时间线 嗯 林渊心里突然一动 望向控制室外 轩辕游等一众人类文明 十一阶进化者等在那里 想要求现他 进来吧 林渊打开控制室入口 将所有人挪移进来 见过银河新主 轩辕游微微躬身 没有丝毫傲气 作为人类文明第一位制降者的清传弟子 轩辕游在人类文明的地位 绝对是九位制降者之下最高的那小撮 但面对银河新主 轩辕游展露出足够的尊重 从轩辕至强者偶尔透露的支言片语之中 轩辕游知道银河新主是人类文明 有史以来 最有希望成为罪降者的存在 这是什么概念 轩辕游不敢多想 但却知晓 绝对不能得罪银河新主分后 连制强者都认为银河新主 有最大希望跨入十二阶 现在得罪银河新主 等同于得罪未来的制降者 因此 即便有着轩辕制强者庇护 轩辕游也承受不了那种后果 轩辕游都是如此 其他十一阶圆满进化者自然也是如此 跟着朝银河攻身道 见过银河新主 嗯 银河扫了眼众人 微微汗手 什么事情 银河直接问道 这是我们商讨好 对付其他一族强者的计划 还请银河新主过目 轩辕游向银河发送一封邮件 里面详细叙述 料如何对付哪一位一族强者 尤其是 关于那些巅峰势力的最强十一阶之间 更是有着非常具体细节的应对手段 这些都是轩辕游 根据人类文明联盟所搜集到的情报 然后再按照自家每一位十一阶进化者的实力 所进行的安排 可以说考虑得十分全面 这次过来求见银河 就是想通过人类文明联盟战争统御者的同意 没有银河点头 轩辕游与众多十一阶强者 所制定的计划 便无法执行 如果银河新主有什么意见 可以说出来 我再加上 轩辕游在发送邮件之前 开口补充了一句 我看看 银河打开邮件 随意浏览着 第449章 你们都被我包围了 轩辕游制定的战争计划 很是全面 银河主要看的也不是计划本身 而是作为人类文明联盟对手 其他巅峰族群势力的一位位强者 每一位杰族 都需要我人类文明二十位同层次进化者 才能拖住 银河看到了 针对杰族的作战计划 即便银河早就听说过这一族群的恐怖 心里也有些诧异 从轩辕游的战争计划里 银河根本就没有看出 想要赢过对方的想法 一切目的都是 为了拖住杰族强者 杰族很可怕 轩辕游叹了口气 如果不是他们冲击终极的难度 高得匪夷所思 估计这座宇宙 便是杰族的天下了 十一阶冲击终极 需要摆脱时间长和束缚 正常十一阶 摆脱时间长和束缚的难度是十 纳摩 杰族便是一百一千 当杰族冲击终极的瞬间 来自整座宇宙的反噬 便会降临 丝毫不给对方半点适应反应机会 这也是杰族目前 仅有两位十二阶中级的缘故 除了本身族人数量稀少外 成为中级的成功率也低得可怜 战争计划没有什么问题 凌云望向轩辕游 开口说道 不过无需安排我 轩辕游制定的战争计划里 也有对凌云的安排 比如对付某位巅峰族群势力的最强十一阶等等 不用安排银河新主 轩辕游心中有些疑惑 但还是照做 好 虽然这么一来 其他人类文明的十一阶进化者 压力要大上许多 但轩辕游并没有半点质疑灵源命令的意思 好了 等到全面战争开启 直接联系我就是 其他事情自己做主解决 灵源摆了摆手 轩辕游等十一阶圆满进化者 尽数被挪一制控制室外 混沌规则 在参悟时空融合规则 以及其他众多规则之余 灵源也在考虑 如何误出混沌规则 跨入十一阶后 灵源不论是规则感悟清晰程度 还是逆天悟醒 都得到大幅度提升 但对混沌规则 依旧是没有什么方向 世间万物都源自混沌 但混沌究竟是什么 如何才能误出混沌规则 灵源觉得有些迷茫 玄黄陛下 魔玉楼主人都误出了混沌规则 他们对误出混沌规则的解释 是积累底蕴足够了 自然而然就误出了 但积累底蕴到底什么程度才算够 这就不清楚了 玄黄陛下 魔玉楼主人都是混沌规则 如果这里的积累底蕴是混沌规则 那么灵源注定是在十一阶误不出混沌规则 即便强如玄黄陛下 魔玉楼主人 也没有在十一阶时误出混沌规则的经验 慢慢来 我又不急 大不了在十一阶多待点时间 没有把握 绝对不冲击终极 灵源思绪收敛 以他现在的心灵意志强度 可以轻易活到宇宙际终结 仅仅数百年 就算将所有穿梭世界的时间都加上 灵源也才度过了数千年岁月 相比于完整的一个宇宙际 连尘埃都算不上 所以 灵源还有大把的时间 去慢慢感悟 五到十一阶 灵源奋出部分心神 尝试开辟出完整的五到十一阶 这也是对自身道路的梳理总结 开辟出五到十一阶篇 绝对不仅仅是 为了将五到进化途径 提升至十一阶进化途径 更是回顾曾经走过的道路 唯有如此 才能把握现在 以便更好地看向未来 超大型战场之外 诸多十二阶 终极存在随意观察着 夏青 你跟我说实话 那银河星主 是不是就是人类血雨 星空大联盟致强者 望向夏青致降者 传音询问道 虽然这个猜测 很不可思议 比如当初那张白纸 降临这座宇宙时 银河星主才十阶 二维世界内 所有超凡力量都被压制 理论上十阶与十一阶 处于同一起点 但也知是起点相同罢了 随着时间流逝 生命层次高的 内方成长速度 远远超过生命层次低的那方 银河星主 不过十阶 就算拥有人类文明赐下 可以挣脱二维世界压制的宝物 但银河星主境界 生命层次摆在哪 再强大的宝物 也得有足够实力才能催动 银河星主当初不过十阶 拿什么碾压四神王等一众十一阶圆满传说及生命 更何况四神王也携带了适合自身的至强兵器 然而 根据当前银河星主所展露出的实力 出入十一阶 便比肩各大巅峰族群的最强十一阶 再加上当初那张白纸降临之时 银河星主也坠入其中 且人类血雨与银河星主 从未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出现过 以及白纸顿出宇宙后 银河星主很快便跨入十一阶等等 按理来说 经过二维世界根源性损失 银河星主就算得到人类文明的弥补 自身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怎么可能那般轻易跨入十一阶 唯一的解释是 银河星主并没有因为二维世界受到什么影响 这就与人类血雨活着 离开二维世界相符合了 诸多线索 都指向一个可能 那就是在二维世界内 大杀特杀的人类血雨 就是银河星主 如果仅仅只是一个线索相似 那么还可能是巧合 但所有线索都如此相似 哪怕没有实质性证据 星空大联盟的智降者 心里已经肯定了大半 嗯 然后呢 夏青智强者毫不在意道 荡灵员进入战场 展露出部分实力时 夏青智强者便预料到 人类血雨的身份可能会暴露 但那又如何 暴露了不就暴露了 那些二维世界内 死在人类血雨手上的万族强者 能有什么办法 很好 星空大联盟的智降者沉默了一会 心中涌现出强烈的震撼 即便当初看到人类血雨 在二维世界内碾压四神王 他也没有多少震撼 尤其是推测到那位人类血雨可能持有人类文明赐下的宝物后 但是当人类血雨与银河新主重合之时 这位星空大联盟的智降者便有些坐不住了 妖孽 银河新主的妖孽程度 超过所有智降者的预期 人类血雨 就是银河新主 怎么可能 当时银河新主不是十阶 十阶就能横扫十一阶圆满 众多智强者们思维运转速度何等之快 同样联想到银河新主就是人类血雨一世 横扫十一阶圆满并不会让智降者们惊讶 但是十阶便横扫十一阶圆满 就算是在二维世界那样的环境下 也是天方夜谭 就算是杰族也不可能做到吧 杰族确实堪称同阶无敌 但是越阶站 一阶到十二阶 或许在六阶之下 可以做到越阶站 因为彼此间差距不大 但是阶位越高 越阶站的难度便急剧上升 十阶越阶十一阶圆满 人类血雨就是银河新主一世 伴随着在智强者之间传开 智降者之下 那些最强十一阶们也陆续得知此事 尤其是在超大型战场之内 诸多一族强者需要将银河新主当作对手看待 对其信息了解的越多 自然也就越有把握 银河新主是那位人类血雨 真的假的 智强者亲自告诉我的 你说真的假的 各大巅峰势力的十一阶强者难以置信 其中不少十一阶 都经历了当初二维世界一行 到现在都笼罩在人类血雨的阴影之中 结果现在告诉他们 当时的人类血雨 仅仅十阶 还是年龄只有数百岁的十阶 银河新主 星空大联盟战争基地内 四神王盘膝而坐 面色再次陷入沉默 原本人类血雨 对他造成的打击就已经很大了 现在得知人类血雨的真实身份 四神王一时间竟然有些脑海空白 人类文明联盟的战争基地 轩辕游与一众十一阶进化者 同样在议论纷纷 银河新主就是人类血雨 原来如此 难怪银河新主会成为这次战争的统御者 十阶便有那般实力 我感觉我活了数千万年 就是在浪费时间 一位为十一阶进化者振奋议论住 与其他一族强者相比 人类文明进化者在得知人类血雨 就是银河新主时 除了震撼外 还有众自豪 毕竟这可是他们人类文明的爵士天才 虽然人类血雨本来就是人类进化者 但人类血雨与银河新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人类血雨就算再强大 也属于合理范围 毕竟不知道人类血雨修炼了多少年 但是银河新主 银河新主的成长轨迹 不是什么秘密 稍微调查都能查到 两者重合 产生的震撼效果远远高于任何单独一个 银河新主 是人类血雨 角落中 那蓝副塔主有些发愣 他到现在才想起 自己多次在二维世界邀请灵源 去拜见人类血雨 结果却一直没有实现 现在看来 人类血雨就是银河新主 哪里却要拜见不拜见 好了 不管银河新主是不是人类血雨 接下来的战争 不能有失 轩云游心中同样震惊万分 不过脸上却没有什么变现 反而平静开口道 难怪之降者说银河新主最有希望跨入十二阶 十阶就有那等能力 底蕴确实比我强出一大截 轩云游暗自想到 时间缓缓流逝 人类血雨就是银河新主一事 在众多十一阶圈子里 掀起了不小波澜 但很快便被即将开启的大规模战争压下去了 超大型战场核心区域 十二大巅峰族群势力 开始不断汇聚于战场中央 一位为十一阶强者虚空而立 恐怖的气息弥漫 十二阶制强兵器的威能扩散碰撞 人类 一座座虫族母巢悬空而立 庞大的虫族战士大军汹涌而出 大规模战争期间 各大巅峰族群势力相继交手 人类文明联盟与虫族大联盟便是对手 此外 其他十大巅峰族群势力也在厮杀 庞大的战场中央 时空波动沸腾 恐怖的气息肆意迸发着 小心灵魂攻击 轩辕游帅仙上 冲向最为庞大的那座母巢 嗡嗡嗡 空间扭曲 恐怖的灵魂攻击降临 大量达到十一阶圆满的虫族战士 同时发出攻击 虫族母巢虽然不擅长正面战斗 但不意味没有任何自保能力 虫族母巢的灵魂攻击 独步于其他十一大巅峰族群势力 虫族母巢需要同时操控大量虫族战士 由此需要庞大的心灵意志 而心灵意志越高 在灵魂方面的造诣也就越强 不好 薛云游之感到视线一阵模糊 紧接着便反应过来 眉心隐隐浮现一枚金色的宝石 镇压灵魂 抵御任何攻击 没想到 你虫族的母皇 竟然将那件宝物带进来了 薛云游面色凝重 直视远处庞大虫族母巢 一股股虚幻波动 以母巢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笼罩 所有人类文明联盟的十一阶强者 皆受到影响 梦眼界 薛云游盯着庞大虫族母巢头顶 那座渺小的宫殿形状武器 梦眼界乃虫族阵族武器 被犯为灵魂攻击 有着极其强大的作用 此件阵族武器 多次让人类文明的雨碟 致强者头疼 战场另一边 一道恐怖的身影随意出手着 在它周围 七八道身影正在艰难支撑 七八道身影里 每一道身影散发的气息 都不在薛云游之下 结果却在围攻一人强者 且处于下风 人类文明不行啊 那位银河新主去哪了 这道恐怖身影 正是杰族的最强十一阶 他目光瞥了眼人类与虫族的战场 银河新主与人类血雨一世 也引起了他的好奇 当初二维世界的战斗影像 他也看过 人类血雨的实力 隐隐让他都感受到一些压力 虫族竟然将梦眼界都带进来了 人类文明危险了 如果没有同层次阵族武器 估计要溃败了 嘿嘿 那银河新主呢 不会连出现都不敢出现了吧 其他正在交手厮杀的巅峰族群势力 同样也在观察着 注意到人类文明陷入的恶劣局势 灵魂灭世 虫族与人类文明战场 那座最庞大的虫族母巢 全力催动着阵族武器梦眼界 虚无的梦眼之力开始席卷 众多人类文明进化者 一时昏昏欲坠 脸上露出绝望之色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形渺小的年轻男子 突然降临至战场中央 右脚一台 轻轻跺下 时空隐隐化为漩涡末盘 无数气息强大的虫族战士被碾碎 那尊最庞大的虫族母巢 被迫倒退一大截 头顶的梦眼界更是滴溜溜旋转 年轻男子环顾四周 目光越过虫族与人类文明的战场 望向其他巅峰 族群势力交战的战场 脸上浮现笑容 你们都被我包围了 第四百五十章 世界 之威 超大型战场开辟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 同样受到诸位十二阶终极关注 虫族的那件梦眼界 以十二阶灵魂奇珍梦眼之星炼制而成 当初那颗梦眼之星 自混沌虚空飘入宇宙内 落入虫族的万化母皇手上 以梦眼之星为主材料 炼制出来的梦眼界 于灵魂上有着不可思议的克制效果 十二阶终极们观察住核心区域战场 相互交流 梦眼之星 根本就不是宇宙所能孕育出的宝物 它是来自更加浩瀚的混沌虚空 先天压制任何灵魂之力 虫族的万化母皇 耗费巨大心血 借助诸多辅料 才打造出梦眼界 此件镇族武器在虫族母皇手上 所能迸发出的威能 丝毫不在人类文明的 虚界天地 之下 梦眼界 夏钦至强者等九位人类文明至强者 瞥了眼虫族大联盟那边 无妨 十一阶发挥不了梦眼界多少威能 一直没有说话的轩辕至强者开口 越是强大的制强兵器 对使用者的要求便越高 像梦眼界 天使圣冠这类阵族武器 通过 取巧 的方式 被十一阶生命掌握 所能发挥出的威能 也就比寻常制强兵器强上一些 轩辕至强者赐给轩辕游的诸多厚首保物理 不说能够击溃梦眼界 至少挡住没有什么问题 早在超大型战场开辟之前 人类文明便已经通过诸多模拟推演 预测了其他十一大巅峰族群势力的手段 虫族的梦眼界 完全在预料之中 之事 银河新主 薛元智强者略有疑惑 然而 下一刻 一道身影便坠入人类文明与虫族厮杀的战场中央 这道身影正是银河新主 紧紧轻轻跺脚 恐怖的时空波动便化作墨盘 将无数虫族战士撕开碾碎 一位为十一阶的虫族母朝们 庞扶浮于大海之上的孤舟 摇摇欲坠 虫族大联盟深处 那尊催动 梦眼界 的虫族母朝 更是后退一大截 头顶悬浮不断散发着虚无波动的 宫殿 更是滴溜溜转动起来 好似受到什么剧烈冲击 这 一时间 所有十二阶终极的目光 尽数集中在人类文明与虫族的战场上 要知道 此前大部分十二阶终极 关注的战场 基本都在截足 与 骤等三族那边 毕竟这基础战场厮杀的 也是最激烈 尤其是杰族 那位最强十一阶 以一己之力 压制其他巅峰族群的最强十一阶 基本没有选手余力 众多十二阶终极们 打算从杰族的最强十一阶身上 窥探到杰族那两位十二阶终极的部分手段 知识现在 银河新主 知识一跺脚 就差点横扫了虫族大联盟 连那件梦魇剑都受到冲击 中断了灵魂镇压 这银河新主 到底动用了哪件宝物 难不成将人类文明的真正底蕴带进去了 十二阶终极们面面相去 有些不可思议 至少银河新主现在所展露出的战力 绝对是杰族那位最强十一阶层次了 各大族群的最强十一阶 手持阵族武器 都得进十位 才能勉强拖住杰族那位最强十一阶 人类文明与虫族战场中央 灵魇望向八方 之所以等到现在才现身 完全是因为大规模战场刚开始 还有不少十一阶上位进入灵魇的击杀范围 这里的击杀范围 是以灵魇位中心 直径七千亿里方圆 这也是灵魇体内世界极限大小 施展肉身神通 世界 后 七千亿里内尽数化为灵魇的世界 这不是说灵魇的攻击范围之局 限于七千亿里方圆 而是超过这个范围 就没有必杀的把握 毕竟进入战场的十一阶强者 有相当一部分都拥有制强兵器护体 灵魇以一敌数万 力量分散 再加上相隔七千亿里距离 确实没有把握击杀一位疯狂逃顿 且有制强兵器护体的十一阶圆满 但七千亿里内就不一样了 神通 世界 范围之内 灵魇的实力将会最大程度发挥出来 差不多了 灵魇心神平静 也察觉到来自数万位十一阶强者的目光 刚才降临时 仅仅跺了跺脚 便让整个虫族大联盟人仰马翻 这一幕同样被其他巅峰族群看在眼里 如此超标的实力 让所有十一阶强者脑子发猛 神通 世界 灵魇心念微动 肉身深处 世界 神通的印记 猛然开始震动扩散 一丝丝世界之力以灵魇为中心 瞬息便渗透方圆七千亿里范围 自从进入超大型战场后 灵魇一直都在压制自己实力 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 如果提前暴露真正实力 这些来自各大巅峰族群的强者 怎么可能乖乖地聚集在这里 任由灵魇屠杀 虽然有灵魇在 最终肯定能够取得超大型战场的战争主导权 但击杀不了异族那些十一阶强者 灵魇修炼 玄黄之体 的资源哪里去弄 轰隆隆 厚重压抑的气息 瞬息笼罩七千亿里方圆 数万位十一阶强者 立即便感受到 自己肉身灵魂尽数被压制 不是寻常的压制 而是彻底压制 一身实力百不存一 神通 世界 浩浩荡荡 以灵魇现在的实力 神通 世界 笼罩之下 那些寻常十一阶强者 瞬息即可碾碎 拥有至强兵器护体的十一阶圆满强者 或许能够支撑几个呼吸 但也仅仅只能支撑几个呼吸罢了 什么情况 我的实力竟然被压制了九成九 是银河新主 压制我等源头来自银河新主 十一阶强者的思维 运转速度 何等之快 立即便意识到 事情不对劲 从银河新主降临战场到现在 仅仅只有瞬息功夫 前一刻 他们还在震惊银河新主跺脚的动静 后一刻 他们便都成了神通 世界 那都瓮中之鳖 走 立即远离银河新主 远离银河新主 看能不能摆脱这重压制 众多十一阶强者 几乎是同一时间 放弃了彼此厮杀 转而朝着更远处逃去 作为强者的本能 告诉他们继续迟疑下去 会有生死之危 如此情况下 各大巅峰族群势力 竟然难得的目标一致 仓皇而逃 逃 逃得掉魔 灵源站于神通 世界 笼罩范围中央 作为神通施展者 他对七千亿里范围内的一切 掌控于心 那些十一阶强者的神色变化 以及体内气息沸腾 动用拼命手段等等 尽数落入灵源眼里 死 灵源运转神通 世界 动用浩荡七千亿里方圆的世界之力 朝着除人类文明联盟强者以外 所有异族强者进行碾压 神通 世界 的持续时间 仅有六秒 刚才从催动 世界 神通 到体外世界 笼罩七千亿里方圆 仅仅过去了万分之一秒 哗啦啦 磅礴的世界之力 肆意倾泻碾压 仅仅一秒时间 体外世界 便完成了第一轮碾压 方圆七千亿里范围内 所有没有至强兵器护体的十一阶 第一档次 到第四档次的强者 尽数灰飞烟灭 要知道 此次进入战场内的 各大巅峰族群势力的 十一阶强者 数量虽然达到数万 但第五档次之下的十一阶 占据九成 而现在 仅仅只是神通世界第一轮碾压 数万十一阶强者 便泯灭了九成 至于下数千位 十一阶第五档次 以及之上的强者存活 这些强者能够活下来 并不是因为自身实力强大 对于现在的灵语而言 十一阶第一档次 与十一阶第五档次 区别不是很大 它们之所以可以挡住神通 世界 的第一轮碾压 是因为携带住的制强兵器 属于十二阶层次的力量 庇护了它们 当然 即便凭借制强兵器的力量 抖活下来 大部分十一阶第五档次的强者 也是脸色发白 浩浩荡荡世界之力 碾压之下 即便有制强兵器护体 能够挡住九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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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力量 但渗透进来的万分之一的残余气息 也让这些十一阶第五档次强者 受到重创 我有制强兵器 铠甲护身 竟然无法彻底挡下来 天羽族的十一阶天主 脸上浮现惊恐 这 这到底是什么手段 这位十一阶天主 环顾四周 发现天羽族的九乘十一阶天主 尽数灰飞烟灭 之剩下位数不多 持有制强兵器的十一阶天主 套 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了 十一阶天主顿时慌了 除了面对制强者 他从未有过如此绝望时刻 即便士族内天羽蒙这样的最强十一阶 也远远对他 无法造成这魔大的冲击 那魔多天羽族十一阶天主 都死了 这位十一阶天主 想要不顾一切的逃离 但在体外世界的压制下 速度远如归宿 还没逃出去多远 来自浩浩荡荡世界之力 第二轮碾压 便瞬息降临了 在灵源的预估之中 持续六秒的体外世界 可以完成五轮碾压 耗时五秒 至于最后一秒 则是用来将整座体外世界引爆的 这也是微能最大的爆发方式 方圆七千亿里的体内世界 一旦自爆 该会产生什么样的微能 第二轮碾压降临 那位天羽族十一阶 即便有制强兵器护体 也没法坚持下下去 渗透进去的残余力量 将其肉身灵魂泯灭 第二秒过去 体外世界完成了第二轮碾压 在第二轮碾压之下 拥有制强兵器护体的 十一阶第五档次强者 陨落了五分之一 至于十一阶第六档次 也就是十一阶圆满强者 借助制强兵器的力量 勉强在苟延残喘 还是不能小觑这些十一阶啊 灵源暗自想到 同时 体外世界来到了第三秒 第三轮世界碾压 开始降临 轰隆隆 一位为十一阶第五档次的强者 迅速陨落 剩下的十一阶第六档次强者 则是灵魂都在发颤 原本他们还打算观望观望 可没想到 后果竟然这么严重 快逃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银河新主出的手 银河新主 怎么会有这般恐怖的实力 是制强者 一定是制强者在出手 有制强者不顾协定 对我们出手了 众多十一阶强者惨叫声 顺住时空波动 在方圆七千亿里内 不断回荡 充斥着浓浓的不甘于恐惧 在所有十一阶强者眼里 能够爆发出如此微能的攻击 除了制强者外 默然能做到 第三秒过去 十一阶第五档次的强者 寥寥无几 十一阶第六档次强者 开始出现伤亡 制强兵器分为不同种类 有攻击 有防御 某些十一阶第六档次强者 手持攻击类制强兵器 在防御方面 或许比不上第五档次 手持防御类制强兵器的十一阶 第四秒到来 我我要死了魔 四神王神色绝望 连续四轮世界之力碾压 让他这位十一阶圆满的传说及生命 已然垂垂欲死 事实上 如果不是有制强兵器护身 以四神王的实力 大概率支撑不过第一秒 银河新主 肉身灵魂彻底崩塌之前 四神王竟然停止逃窜 转身望向屹立在战场中央的银河新主 不久前 当他得知银河新主就是人类血雨后 除了不可思议外 同样升起了自己与银河新主的差距 未必如二维世界那么大 只是现在 数万十一阶强者 包括那些手持至强兵器的十一阶强者 在银河新主面前 连数秒时间都坚持不下去 我 四神王思绪骤然一停 因为他于战场上的这具分身 已然彻底死亡 凌园环顾四周 神通 事件 刚凝聚出来的那一刻 数万十一阶还造成了极大动静 想要挣脱压制 但第一秒过去 死去了九成十一阶 体外世界笼罩范围内 便安静了许多 但仍旧充斥着一些凄厉的惨叫 不甘地怒吼 但第二秒 第三秒 以及第四秒过去 体外世界范围内 便彻底安静下来 四轮浩荡世界之力碾压 强如十一阶圆满强者 都尽数死绝 只剩下数十位各大巅峰族群势力的最强十一阶 在勉强挣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